一招穿书 竟成了修仙界里的工具人 而且还是名副其实的大渊者 为了改变悲惨炮灰命运 他不惜连夜下山 火速跳槽新宗门 而叶俏人 送外号叶浪浪 思前想后 拍手决定长明宗是个好去处 不是为了一天能吃上五个馒头 主要他这个人 就喜欢去热闹的宗门 不想原以为找了个新宗门 就能混吃等死 却惨被师父说为清传弟子 叶浪浪喜极而泣 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这也太悲惨了 好端端的一起摆烂 难道不香吗 可偏偏身不由己 又得被卷了 怎撂入了长明宗 却发现一切都跟他想的不一样 原本丧气厌世的大师兄 见到他 突然就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而有人欣喜 有人忧天才难陪二师兄 只想专心沉迷修炼 却被他霍霍的烦不胜烦 唯独三师兄式的例外 早在先前就幻想过 若是宗门能有个小师妹 还一定勤劳恋丹疯狂投味 提到四师兄 简直一言难尽 虽然总是愿意 陪着一起疯批捣乱 可过程中 时不时会发生意外 好在叶浪浪 被收为清传不说 还洗得四个 腾塌入国的师兄 为了摆脱万人民旅主霍霍 从此便决定 带领师兄逆天改命 这边刚穿越的 他正跪在冰寒刺骨的石板上 面对月清宗 云恒先军的强大气场 不禁倍感压迫 恭恭敬敬喊着师父 云恒语气冷 但应了一声 比起弟子 他更在乎 此次出行 可有江湖油草 妥善待会 夜浪浪想来 浮游草生于墨渊崖堤 乃是治愈受损精神 石海的灵料 三界之中 无人不知 那里封印了无数魔族 凡是入墨渊者 都会九死一生 甚至还被吞噬腹中 作为养料 而他除了身上 被魔器腐蚀之外 万幸捡了一条杏鸣 但刚回到宗门 满身鲜血淋漓 却无人问津 本以为川敬修 真戒第一大宗门 会被师父疼失凶爱 可命运悲惨的炮灰体质 注定只能成为 别人路上的垫脚石 当夜浪浪浑身是伤 从魔怨崖底 捡回一条小命 回到宗门 可月清中里 所有的人都不关心伤势 全都在劝他 赶紧把灵药 浮游草交出来 只因现在的身份 是一个不受宠的小角色 原本熬夜写稿子 却一较睡醒 传进看过的沙雕小说 自幼就是孤儿好心 被云狠师父 从山脚下捡到后 便传授各种 奇门遁甲不正画符的法觉 就算他天赋很差 也毫不嫌弃 并在师门排行老二 此后在宗门 虽然日子过得算不上千娇百宠 但也还说得过去 直到师父 从凡间带回女主后 一切都变了 素来不尽人情的师父 居然肯为了此人处处破裂 甚至毫无灵根 也愿意收女主为徒 而外人民女主人设身交替 若一言不合 就红着眼睛哭彩 因此还一度成为 各位大佬疯狂迷恋的爱慕对象 随着事态发展越来越离谱 以至于叶浪浪在宗门 逐渐沦为成了女主的工具人 凡是万人迷被责怪他 就得站出来挡刀 若是万人迷看上了他的灵根 就得拱手相让 就连处处掏心掏肺 最后还是落了个 一箭穿心的凄惨下场 与此同时 作为女主欺慕者的大师兄 眼里满是笑意 既然你好端端地回来 那还不赶紧把浮游草交出来 相信身交体弱的万人迷 得到灵药加持过不了多久 便能下床好动 师尊听闻此话 一向不苟言笑的脸上 也浮现些许柔和 催促快点把浮游草交给要格 也好练制好了 送到芙蓉院 叶浪浪觉得很可笑 从始至中都没人问过她的意语 难道在这群人眼中 就连说个不字的资格都没有 那她今天 偏要当众忤逆所有人 既然你们如此偏心 就别怪她不仁不义 没人疼没人爱的悲惨女佩敬展 当众忤逆师傅 结果被打得心灰意冷 连夜下山跳槽到了新宗门 堂堂九五之尊的宗门长老 怎么都想不到 弟子胆敢出言不逊 而一切的起因 只怪她偏袒不公 处处维护爱徒 却含了其他弟子的心 只听叶浪浪开口表示 从未说过 要将浮游草拱手让人 她之所以拼死跑到魔云巡耀 本就打算留着突破修为所用 此话一出 作为万人迷的爱慕者 十一片刻 诉说你天资平平无奇 就算用了灵药 也纯属浪费 云恒也出言表明态度 眼下阿雀身体较弱 若是能有浮游草加持 必定百利而无一害 至于你提升修为 也不必急于一时 大不了等日后宗门大笔开启 再让师兄去远古战场 给你带一株回来 夜浪浪看着手中伤痕 且不说浮游草百年难运 即便是远古战场里的秘境存有 但数年一次的宗门大笔 乃是群英慧脆师傅 又平时能么保证 一定抢得到 明摆着偏心偏过头了 他不禁冷笑嘲讽 万人迷身交替 若就有理 而他就活该 死在魔渊部回来 云恒看着平日里 唯命是从的弟子 今日胆敢出言顶撞 感受到被冒犯之余 上手就是一巴掌 丢下一句 天生反骨不知尊卑 便动动手指 从储物空间里抢走无有草 既然如此不听从命令 那就罚你在月清宗闭门不出 若是胆敢在行事不知分寸 就别怪他这个 当师傅的不念情面 叶浪浪擦了擦嘴角 被打出了鲜血 没想到在九死一生的 魔渊牙堤都没受什么大伤 却回到宗门 被打成这样 与此同时 万人迷的爱慕者 还跑过来装好人 拉起手就是一副虚情假意 都怪他向师傅通风报信 说你得到了灵药 才会因此被责罚 日后若是有机会 一定要好好弥补 不过你刚才说的话 挥起拳头就要揍舔狗 一群人大意凛然 说什么身骄体弱 难道就能因此 来抢别人拼了命 才得到的东西 他被气得冲昏了 猴和着月清宗 能有惊天地位 全都是靠折抢劫 发家致富 不想对方 却觉得他是在无理取闹 叶浪浪干脆选择烂 既然你如此在意你家阿雀 那还不赶紧去当舔狗 反正他已经决定 从此以后 跟月清宗再无瓜葛 按照原书句 请也该下山 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不料 成人不被卷钱跑路的叶浪浪 突然听到有人 在身后目骂废物 他扭头一看 既然被发现了索性 干脆承认算了 强装笑意夸赞师兄说的 针对他就是个废物 所以觉得 贵宗门高攀不起 才会拾去地拍拍屁股离开 这个操作都把师兄给整猛了 看着能代表在修真界 至高身份的腰牌 被随手一扔 顿时认为师妹一定是疯了 堂堂宗门长老 却要为了爱徒 抢夺腐游草 只因怨重炮灰 誓死不从 就将人打成重伤 叶浪浪为了摆脱 替人挡刀的工具人 当即决定和月清宗断绝来往 从此与宗无瓜 下山走到位于 五大宗门正中央的云中城 难免被眼前的一片 繁华景象迷了眼睛 虽说随便走在街上 都能遇到个 非富极贵的大佬 但在寸土寸金的地方 物价也都贵得离谱 当夜浪浪路过商饭摊 前闻到香味 就不安理智 为了吃上一口包子 强装镇定借口说 住击之后才能避谷 反正原主的身子 也不过才练弃三层 安耐不住饥饿的肚子 不争气 出声询问老板的包子 多少钱一个 当听到需要三块中品零食 来换它 顿时觉得打扰了 摩摩袋子里 为数不多的零食 不仅要衣食住行 还得在物价贵得离谱的云中城 待上一段时间 现在总算明白 为什么原主在宗门 都混得当了工具人 也不愿下山 果然一穷毁 所有做事 还是不能太冲动 夜浪浪思前想后 若想欺身立足 恐怕只有搞钱来的实在 想来修真界里 最赚钱的职业 除了扶修 就是单修 而四大宗门之一的月清宗 就是凭着以此实力 雄霸一方 虽然原主先前是个剑修 丝毫不沾边 他也从没画过符纸 派不上用场 但坐吃山空 终究于事无补 好在有个过目不忘的本领 也能尝试一下 客栈之中 夜浪浪摒弃宁神 因为是第一次学着画符 只能全凭记忆 按照在宗门所见过的符文落笔下 当笔尖刚接触到符纸 就感觉隐约刺痛 想来迈出第一步之余 随着越画越熟练 定能跟扶修的技术 媲美一二 世人都知道 月清宗乃是万宗之首 却不知道师父爱徒如命 全然不顾炮灰女配的死活 夜浪浪被打得心灰意冷 果断下山谋条出路 可在寸土寸金的云中城里 却连一个包子都贵得惊人 于是为了搞钱 他不得不使出看家本领 凭借过目不忘的天赋 轻轻松松画出符纸 意图赚钱 本以为离逍遥快活 只差一步 可拿着符纸打量一看 逗大的血珠从上低落 果然还是他想得太过简单 夜浪浪发觉笔血直流 顿时有些心态崩了 虽然画符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可想到一瓶如洗的钱袋 干脆一鼓作气 继续用灵笔在纸上游走 他就不幸凭着天赋 还能有办不到事 结果画了没几张 就因为神石透之东的一声 拍在桌子上昏死过去 而苏醒之后 夜浪浪拼死不服输 咬着牙醒来就画 画了就晕 晕了还画 来回折腾的样子 就连他自己都被感动得喜极而起 总算折腾一场 还有些收获 虽然拼死画出了最低级的下等符号 再足够稳稳地赚上一笔 夜浪浪听闻 贴了疾风符的人 跑起来嗖嗖的快 他只肩捏起试探性 将符纸贴在身上 想要体验一把 稳如疾风 快如闪电的感觉 而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等贴上之后 似乎无事发生 并没有什么卵用 他迟疑了三秒 努力说服自己 要振作起来 毕竟在记忆中 不是随随便便的尝试 就能成功 终究凡事 不能太高估实力 可等他准备将疾风符 私下重新画 还不等反应 整个人瞬间不受控制般 给墙上撞了一个人 自行的大窟窿 尽管肉体上疼痛不已 可精神上的喜悦 早已碾压一切 迫不及待跑到黑市上 贩卖辛苦赚来的不易成果 不料奈何自身修为实在太低 根本没人愿意光顾生意 正当夜浪浪 见着隔壁卖小黄叔的生意豪 准备改行之际 却突然遇上一伙不速之客 准备拔刀仗势欺人 与此同时 红衣少年凭空出现 以姿势帅气拦住歹人 语气不善告知五大宗门脚下 禁止任何人拔剑行凶 歹人眼见此人 乃是长明宗亲 转弟子目中膝下的撒腿就跑 夜浪浪虽然被仗义相助 可并不领情 只因此人脚踩符指他不耐烦 还请道友挪挪脚丫子 别害的东西卖不出去 离开宗门的夜浪浪穷的 连饭都吃不起 无奈凭着过目不忘的本领 摆起了地摊 但天不遂人愿还没开张 就被仗义出手之人踩了符指 他好里好气 麻烦道友挪挪脚丫子 踩到了别人的东西 可是很不礼貌的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 都恨不得当场扯住对方 让赔了钱再走 慕仲熙愣神过后 连忙挪开脚 表示纯属意外 还请道友切莫怪罪 夜浪浪听着说话语气还算客气 他义正言辞 揪紧衣服诉说 虽然不是很想怪罪 但你的行为 令人感受到了心灵上的严重创伤 慕仲熙没想到 仗义出手到 把人整得心灵脆弱 看着对方可怜巴巴的样子 顿时有些于心不忍 既然如此 他愿意陪上一颗上品 临时聊表心意 还请道友务必收下 夜浪浪眼含金光 欣然收下 好在少年财大气粗 又有心无脑 低头把散落的符指 捡起 就当此时算了 慕仲熙连忙 帮着一起捡好奇 询问道友 难道是个扶修 夜浪浪懒得跟他解释 含糊着声音 嗡了一声 与此同时 身旁围观了一群吃瓜群众 议论单看服装 恐怕是长明中的青传弟子 应该是个见修 而且修为 起码在筑机以上 夜浪浪此时还没意识到 慕仲熙是个福星 只顾着低头捡符指 顺便听听八卦 只见围观群众越来越多 目光也被符指吸引 想来 能跟长明中青传弟子 扯上关系的人 一定不一般 秉镇定可搞错 看着多半是散修 在开口询问心想 这次绝对能发一笔横财 毕竟散修走南闯北 多年修为大多一般 对于他们来说 低等的福指再合适不过 穷修女孩摆摊卖福指 原本一张都卖不出去 不想半路沾了福星的光 没几分钟就被抢够一空 这让夜浪浪初次体会到 有个宗门庇佑的感觉真好 更加坚定了 要暴涨民宗大老为师 正当开心到飞起 准备拍拍屁股走人之际 却被穷重西出言叫住 不是说心灵受到重创 需要补偿吗 怎么轻易叫走 夜浪浪被问得很是费解 明明刚才已经赔了一颗上品零食 不想穷重西一脸真诚都说了 是心灵受了伤 怎么可以叫这么一点补偿 原本就是随口一说的话 居然被当了真 夜浪浪想不通 怎么会有如此离谱的傻白天 还是说长明宗弟子 都是这般天真 可按理说长得帅的 在小说里绝对身份不一般 不禁开口询问你叫什么西来着 我叫穷重西 夜浪浪顿时倍感吃惊 难怪总觉得名字有些耳熟 原来他就是原书中 为了女主自毁道心的大冤种 看着少年一脸天真 他神色变得有些复杂 从一开始觉得不太聪明 转变成了些许怜悯 穷重西一头问号 不知突然变了脸色 所谓何意 夜浪浪也意识到 情绪转变太过明显 刻意掩饰般倾可书生 都说你是长明宗的清传弟子 不知道宗门待遇怎么样 提起此话 目中西神色略显复杂 实话说宗门好像挺穷的 记着十岁刚入门那会儿 天天啃馒头 说起来在家中怎么说 也是赤穿不愁的少爷 所以那时候总觉得上当受骗 还私底下带着师兄们一起逃跑 后来被宗主看到死气百猎 追在屁股后面不让走 害得他们鞋都跑掉了 还被抓了回去 夜浪浪总觉得离谱 敢问你师兄都叫什么名字 当听到一本正经回答薛鱼 和明玄的名字后 他不禁感叹真是好的很 原书中的舔狗男配和备胎男配都聚齐了 当沙雕小师妹下山 想拜新宗门 刚一开口就被舔狗男配节节逼退 奈何云中城内物价太贵 夜浪浪只想找个好宗门过上狗活的躺平弟子 按耐不住想知道 天下第一的问剑宗待遇如何 他们伙食总该不会太差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按时吃饭 提起问剑宗目众兮 有些匪夷所思 大家都知道 天下第一宗不努力 就会被超越 以至于天不亮就要起床打坐 当然练剑外加实战一样都不能少 夜浪浪可卷不动 急忙询问成风宗怎么样 沐仲熙对此宗门都避之不及 因为掰着手指都数不清 里面有多少人腰 而且一向凭着相貌丑陋之人不配入门 说到此处 他不禁忽然凑近打量一番 好言相劝 虽说你长相很是不错 可他们却只收男的弟子 夜浪浪很是无语 都是修仙之人 还搞什么男女歧视 沐仲熙摇头解释 他们的宗门心法比较特殊 所以不太适合女弟子修炼 说起吃饭 必水宗弟子人数最多 但他们因为要准备大笔 全身心都放在修炼之上 以至于只吃屁股单 维持日常所需 夜浪浪都被说得绝望了 没想到修仙界居然卷得如此离谱 干脆只问了最在意的问题 只求道友能告知哪个宗门 既能吃饱饭又能睡好觉 提起这个沐仲熙瞬间来了精神 要问宗门待遇 绝对是长明宗首排第一 不光伙食好 而且每顿都有五个馒头 就算不图师兄多单品每顿五个馒头 也值得一去 夜浪浪为了五个馒头 当即决定要上山拜师 只是不知宗门到什么时候才能收徒 沐仲熙思索一顿 依稀记得下山之时 宗主还哀声叹气说 想招收几个好苗子 算算时间 报名的日期 好像就截止在今天晚上 这可是出了名的大事 你难道不知道吗 夜浪浪神色有些惊讶 光顾着埋头画符 居然孤陋寡闻到五大宗门之一 要收徒的大事都能不知 所以现在是什么时辰还来得及吗 沐仲熙对此人印象颇好 若是能收入宗门城的小师妹 一定会很好玩 当骤然反应过来 扯着嗓子大喊 还有机会 只不过半个时辰之后就要结束 再慢 可真的来不及了 为了节约时间 只见手中长剑一抛 伸出手 就要带着一起遇见飞行 夜浪浪想来 能遇见的修为 起码在筑机以上 但眼前的少年看上去也一般大 竟然会如此厉害 他也不在矫情伸出手眨眼间的功夫 长剑便顿入云霄 虽然体验到了一把飞一样的感觉 可速度实在快的有些惊人 就连周围的风景都晃得人头晕眼花 沐仲熙比他还要着急 因为要是在关门之前 赶不回宗门 必然会被赵长老抓住暴走一顿 而催动剑决加速之际 夜浪浪居然有些恐高 生怕一个不小心掉下去 成了馅儿 不由地拼死扯住对方头发 哀嚎开得这么快 是要赶去投胎吗 沐仲熙被拽得成功裂开 只顾着疼得嗷嗷叫 能不能别拽小爷头发 可夜浪浪都快被晃吐了哪儿 还顾得上什么头发不头发 眼下越是越害怕 就拽得越紧 不想两人一度急线 拉扯沐仲熙腾的遇见飞行 都有些不稳 恰好对面羞的一声 有个方舟朝着屎来 急得夜浪浪只抱粗口 你个大少爷 要是再不躲开 两人都得玩完 天空一声巨响 小师妹帅气登场 不求动作 要快姿势要帅 只求天黑之前赶到宗门 因为下山之后 穷得离谱的他 想到常明宗拜师学艺 安详晚年 薛宇眼看收督大会即将结束 无奈叹气诉说 赵长老的天才弟子 恐怕招收无望 世人都知道 常明宗百年以来 每次举行比试 都稳居倒数第一 而且 待遇资源一向都跟不上 但凡有点资质的 都明智选了其他宗门 赵长老屡屡屡须 虽然挑也没得挑 可十年一次的宗门大选 总要换换新鲜血液 尽管没报什么太大希望 但若碰碰运气 说个天赋出众的弟子 也说不定 对了 穆中西那个臭小子 还没回来吗 眼见弟子默不作声 还一直摇头 想来又是偷偷跑到 黑市不务正业 不禁冷哼一声 原本宗门就靠着几个 吊锒铛的青传弟子 撑个脸面 可指望他们能赢得 明年大比第一 还不如把希望寄托在 找个好苗子上面 随着天色越来越暗 赵长老正打算 带着众人打到回府 不料薛鱼突然对着天上大喊 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掉下来 只听一声惨叫 瞬间两个大活人从天掉 还伴随着出了名的卧槽 原本观望的众人 正准备吃瓜 可烟雾逐渐散去 好像身影越发眼熟 失去重心的前一秒 叶浪浪迅速翻转身体 完全不出意外的帅气落地 而穆中西也凹好造型 毕竟是回门大事 怎么可以脸先着地 况且 他一向都把面子看得很重 只是两人落地的动静太过炸裂 硬生生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 目中西余光偷偷扫拾一圈 显然得说点什么才能化解尴尬 于是趁着情绪高涨 大喊一声卧槽太刺激了 你看我刚才的姿势 像不像荆棘独立 叶浪浪竖起大拇指 不得不佩服他的临场发挥 要是不夸点什么 都对不起遇见飞行 搭了一场顺风车 一代长老苦于收不到得意弟子 怎料跟从天而降的奇葩 有着不解之缘 今天赵长老也是开了眼了 十年一度的收徒大会 竟然有人敢当众砸场子 而且还是清传的不孝徒 带着打了头阵 目中西深知师傅脾气 不由地尴尬一笑 赶紧招呼着从坑里出来 赵长老气的血压飙升 指着两人的手都颤抖得不行 本以为会把宗门各大戒律 搬出来训斥一遍 不想却说了一句 修补地面的板砖 可是很贵的 叶浪浪有些看不懂 目中西勾肩搭背 觉得没必要如此客气 反正就一个大坑儿 以他师父 才不是一个小气的人 赵长老强压着 把想喷出来的脏话 都忍了会去 不想继续搭理这个胳膊肘 往外拐的糟心玩意儿 转眼深吸一口气 反问坑里的叶浪浪 不请自来 到底所谓何意 那还用说 当然是来拜师的 说话间连忙合手叩拜 已表此次前来的决心 还望您一定要慎重考虑他 绝对满肚子真诚 赵长老 同没见过如此特别的说话方式 就连初次见面 就这么令人火冒三丈 他气得掐紧人中 生怕一个白眼翻了过去 坦白来说 看着拜师倒向是假的意图 气死长民中长老 才是真实目的 围观弟子 眼见如此明场面 没忍住直呼牛逼 虽说同是前来拜师学艺的人 可为什么 人家偏偏说了没几句话 就能被德高望重的长老刮目相看 果然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想来他们争前恐后 想被记住名字的方法 实在太过平平无奇 可薛鱼对放荡不羁的性格 很是欣赏 能在报名的五千弟子当中 一眼被人熟知 想必也是个厉害人物 若是他能入了师父的眼以后 就可以小师妹相称 那就再也不用为整日里 无聊道报发愁 此前想后就决定要做点什么 当即拍了拍师父的胳膊 暗示此人真相是个火宝 难道师父就不愿意考虑一下吗 这是哪里来的火宝 真有意思 师父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眼见赵长老 眼神示意他 立马说声你好 我叫薛鱼 身份乃是长明宗清传弟子之一 这个牌子可要拿好一个月后 还要凭他进行天赋测试 看上去的确像的好人 叶朗朗没想到 原来此人就是元书中的暖男备胎 薛鱼交代东西之际 目光扫向目中西 意味深长询问你 是从哪里建来的小火宝 呀 此话这是何一说的 人家都有点不好意思 不过你也别多想 他也是意外从黑市上偶遇 又说了想拜师学艺 就顺带路烧回来了 本以为薛鱼会胡思乱想 谁知道拉到一边 突然蹦出一句 你这个闲眼包 他不是傻吧 确定穿着清传弟子的长袍 不会被歹人利用 才不是呢 小火宝多可爱 怎么会像你说的那样 别有所图 你这分明是自己内心阴暗 还别人想的一样阴暗 好小子真是个棒准 既然不听兄弟言 那就吃了亏 把牙打碎了 往肚子里咽 只见目中西撅着个小嘴 依赴你能把我怎么样 夜浪浪也不知 两人在说什么悄悄话 不过 刚才还是谢谢你 若不是遇见飞行从天而降 也赶不上这次的收徒大会 哼 果然不出我所料 才说没两句话 就已经开始攀关系了 夜浪浪除了头上有一缕胎毛 还算特别 浑身上下都没有能拿出来感谢的东西 那个我很穷 我没钱 我就大恩不言谢了 你可别急着走啊 反正在黑市靠着他的人气 赚了点小钱 看在你这么穷的份上 不如就把零食拿出来三七分 二八分可以接受 没想到你居然连这么一点零食都想谈 不行不行 这可是靠着生活的命根子 不能分一定不能分 转眼带着哭腔 就开始哭穷求放过 就这么一点钱 至于哭哭嗖嗖 还临场发挥演个戏吗 算了他不要了 哈哈 你真的不要了 那我就不给了 毕竟画幅的纸也挺贵的 本来就是薄利多销 薛鱼彻底被雷到了 本以为作为修饰最基本的脸面 还是要的 可换作别人早就羞愧难当的事情 他居然可是做到这么不要脸 想来担心他会涂点什么 眼下真的是多虑了 不愧是自带人气的夜浪浪 刚入宗门就成了弟子议论的对象 哦 原来就是他呀 才刚上山 就把长明宗德地板 砸了一个大洞 可看样子 不过就是一个 哗众取宠的泛泛之辈 居然也能被赵长老铭记在心 面对指指点点夜浪浪 索性脸皮厚到底 对 我就是哗众取宠 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哎呀 这人可真是脸皮厚到家了 可别跟他扯上关系 不然指不定有多晦气呢 哼 不搭理我最好 等他找到宗门分配的独处院子 迫不及待想要轻点赚到的零食 可突然冒出一个不长眼的打听 你可认识沐中西 认识 不熟 你想怎样 哈哈 我就是有些好奇 清传弟子 怎么可能会和外门弟子扯上关系 对了 我叫杜纯是个见修 你呢 我叫叶翘 人送外号叶浪浪 爹死了娘没了 从小就是个孤儿 嘿嘿 这小脾气 倒还挺能噎人的 呃 那个 明日有早课 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也算有个照应 哦了 不就是想找个陆大子吗 你早说啊 反正大家都是人生地不熟的两个人 总比一个人好 叶浪浪没想到 长明宗不是一般的卷 顿时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沐仲熙这家伙 说好的有馒头 可也没说要上休克呀 虽然无非就是挥剑练剑学剑绝 可他昨夜化了一晚上的符纸 实在困得只想打瞌睡 好不容易熬到可以实操 但这些人练剑的姿势 怎么千奇百怪 不管了刚才睡觉偷懒没看剑法 现在赶紧看也还来得及 果然全身心投入就是不一样 没看几页就凭着天赋 领略到了剑法精髓 叶浪浪仿佛感觉 有好多小人在脑海里舞动挥剑 就像是进入了玄幻世界 妙不可言 哇 这修修的剑法也太逼真了 恍惚间锐气逼人 就要划破天光 等叶浪浪回过神后才发现 已经过去了一个时辰 如此无形出众 该不会是他天赋一柄吧 嘿嘿嘿 你在抽什么风 一会儿坐着发呆 又一会儿大呼小叫的 听着杜纯的调侃 叶浪浪满脑子都是刚才的小人 下意识点头又接着摇头 总觉得书里的剑法像是会了 但又没有完全学会 他自带天赋 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 可看了修炼剑法 总觉得有点懂 但又说不出哪里不懂 杜纯劝解 一定要想开点学不会也很正常 听说宗门里 有好几个大市家的旁支 咱们做人还是低调些为好 叶浪浪觉得说的挺对 若是太过出众 就受人排挤 那还不如低调做事 混吃躺平 记得干饭的食堂 就在这边 要是不积极点 我赶不上第一个楼菜 可安耐不住的脚步 却突然被沐仲熙叫住 还说要带着去黑市逛逛 叶浪浪目光 全被腰间长剑西 听文件的材质都很特殊 就算是普通的 也重得厉害 不知道你的长剑手感如何 沐仲熙的这把剑壳宝贝得很 不仅在灵气上排行第三 还是师父送了剑命 要是真的有这么厉害 那他必须得摸一下 哪怕就一下也行 不行 这可是我的老婆剑 不能轻易给人摸的 叶浪浪一脸坏笑呢 我能摸摸你的老婆吗 虽然话说得很不礼貌 可明摆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 沐仲熙犹豫片刻摸吧 但是只准摸一下 本以为会很特别 可手刚触碰到剑底的那一刻 除了透心凉 总觉得没有传闻中的那么小 之所以会感觉冰凉 是因为这把剑的材质 乃是千年寒冰 不过老婆剑既然没有攻击 你也很是奇怪 要再平常谁碰他 可是会被弹飞的 有什么好奇怪的 只准你管他叫老婆 就不准他喜欢上别人吗 沐仲熙被说得很是福气 可吃包子就好好吃 非要两手都拿着包子 左边啃完啃右边难不成 还怕我会给你抢吗 那倒也不是就是太恶了 这话说的确实没办法反驳 但你明明是个剑修 为什么还会画福总 不会是两刀双修吧 叶浪浪吃得有些叶的荒 喝了口水 才解释说随便画着玩的 不料画音刚落 又遭到同行嘲笑 连正规服输都没见过 全凭记忆瞎胡话 根本就算不上是个副修 沐仲熙随口指了条名路 想要画福长明玄请教就好了 不过他是八大世家 唯一清传的副修 性格也高于顶级男相处 平日里也只和三师兄的关系最好 叶浪浪记得 此人就是袁书中的反派二号 后来因为无法破镜生初心魔 最终坠入魔道成了领头的少主 不过还是对女主一见钟情 从没变过心 最后的结局 完全是命中注定 自寻恶果 可沐仲熙自毁到心 沦为成了普通人 还不得善终 就很可惜 叶浪浪本想找个人学习画福祉 可八大家的清传弟子 却是个反派二号 沐仲熙好严肃说 师兄不光一身傲气 而且还极难相处 若是有求于他 恐怕会难上加难 听闻此话 叶浪浪顿时觉得 这画福不学也罢 明知此人会坠入魔道 还是夺远点为好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 他平日在宗门里 没人会管 可还没睡醒 就被杜纯的敲门 声吵了心烦 算算日子 今天应该是两位师兄 挑选外面弟子 进入内门的时间 怪不得才大早上 就火急火燎 把人吵醒 叶浪浪虽然表面 势不关己 高高挂起 可暗地里 又偷偷练习了一招办事 总体来说 懒人也有懒人的修炼方式 反正修真界的吐纳心法 万变不离其宗 无非就是调动灵气 在体内运转 只要累不死 就往死里练就对了 而别人修炼 是为了进入内门 成为清传弟子 可他修炼 只求能混吃躺平 别因考核不过关 被赶出宗门就好 与此同时 姗姗来迟的两人 正拼了命地往人堆里 杜纯不为别的 只为目睹一眼 传闻中手拿折扇 还看上去很风骚的 明玄师兄 叶浪浪虽然听目重夕 提起过此人 可今日一见 似乎眉眼间多了几分俊脚 听着围观人群 因为明玄欢呼呐 杜纯也跟着有点上了 他真的好帅啊 怪不得有很多女修 都想嫁给他了 叶浪浪一副 看破不说破的架势 还让道友脑子清醒点 说不定外人膜拜的师兄 哪天就因为心境不稳 而走火入魔了 外人膜拜的师兄 要挑选外门弟子 进入内门 可备受吹捧之时 却突然听到 弟子中有人说他心境不稳 叶浪浪原本只是小声议论 不料会被修为高的明玄 有所察觉 薛鱼看着他也来了 就迫不及待跟师兄介绍 此人就是前不久 提起把地面 砸出一个大坑的有居师妹 哦 就是那个矮个子 还长得像土豆 薛鱼有些无奈 虽然确实不高 可师兄这样讲人家 总觉得有些不礼貌 明玄冷笑出声 就许他诅咒我 日后练功会走火入魔 就不许我说他矮 本以为师弟会跟他统一战线 不想薛鱼却一脸 认真诉说 小师妹就是拿来宠的 如果师父 也收个女修做清传弟子 那关系都这么清了 他一定会把修炼的东西 作为礼物送给对方 明玄对此表示无感 不过很好奇 此人怎么会知道 他心境不误 于是没忍住询问 矮个子修的什么道 长老闻生看去有些不解 一向冷傲的人 怎么会突然注意起了 不显眼的弟子 他平日里考核成绩 算不上多好 但也差不到哪里去 值得一提的 在宗门里 是出了名的爱睡觉 明玄听着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但如此不上镜的弟子 又怎么会知道 他心境不稳这件私事 而叶浪浪并不知道 因为随口一说的话 会被人铭记于心 他此时只想着 怎么溜下山 把画好的符纸卖掉 换点私房钱 另一边两人挑好弟子 已经回到长明宗主风报道 可身为一宗之主 秦范范却急得来回夺步 神色哀怨 听说岳清宗那边 最近收了个极品的水系灵根 作为清传弟子 原本说是云恒 从凡间带回来的 可半路就被岳清宗 先下守卫墙给拐走了 你就说 弃人不弃人 话说这几日 其他的宗门 可谓是出尽了风头 你们这两个家门排面 能不能给老夫长长脸啊 可面对师父一番数落 徒弟两人完全听不进去 秦范范想来 虽然宗门不缺天才 但年年大笔都排不上第一 整日里 穆仲熙又跟明选不对付 动不动就要搞几个内讧 而大弟子周行云 作为众人当中 修为最高的一个 却不死不活的 仿佛下一秒 就要离开这个世界 一番对比下来 也只有薛鱼 还算比较正常 一宗之主 整日里哀声叹气 只因别人家的弟子 不是极品 就是极品中的极品 而他的弟子 不是在内讧 就是在内讧的路上 正当秦范范 在气头上发着牢骚 不知情的倒霉蛋 已经迈着 六亲不认的步伐 跑了进来 抬头瞥见 两个师兄站在一旁 默不吭声 一时没忍住 还唏嘘 今天怎么这么热呢 秦范范看见他就来气 外门弟子往山下跑 穆仲熹被说得一脸委屈 他除了叶浪浪 也没人陪爱 师父又不是不知道 这两个狗男男 一天到晚的成双成对 而周师兄整日里神出鬼没 根本见不到人影 更别提其他的外门弟子 都忌惮他的清传身份 就只有叶浪浪 没有半点畏惧 对谁都一副 无所调位的态度 秦范范被噎得无言反驳 没想到小兔崽子还挺委屈 随即干咳两声 缓解尴尬 现在距离大笔 只剩下九个月的时间 其他宗门都开始全力以赴 而他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弟子 既然一个个都这么靠不住 那他准备再招收一个清传弟子 你们觉得意下如何 穆仲熹双手双脚提出抗议道 师父想招弟子 他没意见 但能不能招收一个女弟子 你看别人带的宗门都有小师妹 就连问剑宗那群不解风情的剑修 也有小师妹 林璇不屑一笑 好一个不解风情说的 就跟你不是剑修一样 穆仲熹才不管 他就要小师妹 一直事不关己的薛宇 也突然表态 是该找个小师妹 可别再找个像他一样 连大黄狗都嫌烦的人 那样一点都不可爱 穆仲熹虽然感觉被人阴阳怪气 可他却看在目标一致的份上 丝毫不起 秦范范觉得说的有些道理 毕竟他都说了四个大男人 还个个都是臭脾气 眼下也该考虑收个女弟子 还能活跃宗门里死气沉沉的气氛 只因徒弟羡慕别人家的宗门 都有小师妹 而他们身为清传弟子却没有 宗主一听 觉得此话有理 可眼下弟子众多 该选谁进入内门当清传好呢 那还用说 当然选夜浪浪了 血鱼不知为何总觉得 此人若是能当他们的小师妹 那宗门一定会变得热闹起来 穆仲熹表示赞同 因为他也正有此意 明玄醋了醋眉 反正小师妹都是团宠般的存在 只要你们说喜欢那他也就没意见 秦范范听后 有些惊讶 没想到三个弟子会一致认同 选一个不上镜的外门弟子 可据他所知 此人天赋并不算太高 还没有半点当修士的自觉 整日里除了成天百烂睡大觉 就是没日没夜的往山下跑 穆仲熹看着师父还在犹豫 干脆直接耍起了无赖 对 就是那个不上镜的外门弟子 反正咱们宗门的大笔 常年都排不上第一 我看今年也没什么希望了 既然选谁都改变不了 那为什么不选他呢 那就草率的定下来了 秦范范本来就不抱什么太大希望 眼下若是徒弟都认可此人 那听你们的就是了 而小靴子一丢 正打算上床睡觉的叶浪浪 突然被矿矿敲门声场的心烦 他还疑惑 明明就是一个小喽啰 怎么会突然被宗主召见 于是怀着忐忑不安的情绪 连夜拖着疲惫的身体 前往主峰参见 可山峰高耸 入云时阶更是长达九百层之多 他又不会遇见飞行 只能边走边安慰 前面路那么长总有一步能走完的 不知过了多久 叶浪浪满脸困意 强撑着身子 向宗主问好 不知都这么晚了 叫弟子前来所为何事 秦帆范一看到他就 有点后悔了 刚才所做的决定 晚上明明是灵气最浓郁的时候 而这么宝贵的时间 他竟然好意思浪费 果然跟传闻中说的一点没错 不光不思进取 还昏庸无度 堂堂宗主上一秒 还表情严肃 下一秒居然变了脸色 不光笑得一脸猥琐 还一本正经询问 想不想做老夫的清传弟子 叶浪浪原本十分困意的身躯突然一震 他怕是造了什么孽 要被选去做清传 秦帆范看着他沉默不语 该不会是激动的话都说不出来 不过也不至于太过紧张 反正老夫的四个弟子 也都已经见过了三个 叶浪浪抬头看着沐仲西 别提有多无语 说好的没事一起玩 却愣是想当他的师兄 既然如此 那就这么定了 收拾收拾 明天赶紧搬进内院住 听闻此话 叶浪浪自知失命不可为 于是笑起来 比哭还难看地说着弟子遵命 秦帆范没想到 此人天赋虽然不高 但也总算有点礼貌 不就是荣生成了清传弟子 但也不至于感动的都快哭了 叶浪浪是有点想哭 但绝对不是被感动的 如今躺在床上 满脑子都头疼得不行 想来日后 不仅要参加明年的大比 就连平常的修炼 更是不可避免 当初听说沐仲西总在课堂上挨打 于是还虚伪地安慰了几句 没想到风水这么快就轮流准 要搬去内门 整个外门的弟子都炸开了锅 最震惊的莫过于 一直想去却没机会 可他整日里除了吃饭就是睡觉 要是换做宁师姐成为清传 他们也不至于如此气愤 这边杜淳满心欢喜 帮忙收拾行李 别说不声不响进了内门 他还有些不太习惯 可多少人都求之不得的身份 你怎么还拉胯着脸像是不太高兴 哎 他看着手里的符纸 以后应该是很少从主风上下来了 毕竟光是900层的阶梯 想想腿多软得不行 总之这些符纸可是个好东西 睡觉的时候贴在床上 不用来回动就能帮助你修炼 杜淳满脸不幸 只是躺着不动就能长修为 若是真的有用 那他岂不是捡到宝了 叶浪浪觉得挺有用的 但对你有没有用就不知道了 可他收拾好东西 刚走出房门 忽然就被锋利无比的长剑抵住脖子 一言不合 便张口质问你 凭什么可以进入内门成了清传 难不成跟沐仲西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怕不是叶浪浪最欠揍的一次 别人挤破了头皮 都当不上的清传弟子 而到了他这里 却根本不稀罕 话说宁师姐能别用长剑 抵住人家的脖子吗 咱们有话好好说 何必拔剑呢 宁琴直接懵了 我都生气得这么明显了 你怎么连一点害怕的反应都没有 只听叶浪浪轻探出声 眼神还带着一丝忧郁 大家根本不知道 我有多羡慕宁师姐 羡慕我什么 羡慕我当不上清传 对啊 我可太命苦了 好端端在外门躺平补乡嘛 莫名其妙就得登上主峰 去当什么清传弟子 宁琴只觉得 这人怕不是有毛病 跟他在这里废话 别提有多晦气 叶浪浪总算逃过 被极度红了双眼的尸解刁难 此时 一个身穿皱皱巴巴的灰袍手拿 一朵鲜花把玩的男人 吸引到了他的注意 若是猜想的没错 此人应该就是神出鬼没的周行云 于是小心上前试探性 喊了一声大师兄 叶浪浪只听那人嗡了一声 果然跟原书中写的一模一样 周行云算是名副其实的桑系帅哥 还每天都在想去死的边缘 反复蹦跋 最后遇见了万人迷女主 被他救赎之后 不出意外地加入到了 女主的后宫之中 佛系的周行云 看到小尸妹头上的一缕胎毛 很势不爽 果断伸出手 想把那作毛给压下去 可惹人讨厌的胎毛 依旧屹立在风中渡倒 还被吹得来回晃动 他心里烦躁不安 抬起颤抖的手 想再一次尝试 把那作毛给压下去 不想手刚松开 Q弹般的声音 他又跟人做对般弹了起来 此时的周行云 已经被折磨得炸了毛 要不是叶浪浪及时制止 恐怕今天都别想上主风抱抱了 大师兄我看 实在压不下去就算了吧 想必时候也不早了 要是再这么耽误下去 是不是有些不太好 周行云转眼将人带上主风 看见沐仲熙 随手就将叶浪浪丢下 当起了甩手掌柜 麻烦快点把你喜欢的小师妹带走 恐怕我多看一眼 都想把那作毛给削掉 沐仲熙看着快步离开的身影 还没搞清楚状况 只觉得大师兄的遇见 飞行速度又变快了 叶浪浪缓了半天才回过神来 转眼就被三师兄带进竹林 想让他领略一下主风的景色 话说当了长明宗的清传弟子 连收徒典礼都没有吗 没有 至少我们几个弟子都没有 叶浪浪想来 其他的宗门就有 光是女主被月清宗收徒的时候 那阵仗说是声势浩大 也不为过 看着小师妹沉默不语 血雨安慰应该是经费不够 所以就一切从典了 叶浪浪呜了一声 说白了就是穷呗 在修仙界里 最赚钱的就是扶修和担修 想来长明宗这些弟子 本就寥寥无几 自然也比不上其他宗门有钱 血雨散着步 还不忘提醒 只有两节课需要上 不过不需要太过担心 反正都会有长老陪在身边 若是有什么不懂的问我 当然巴不得你去问长老 叶浪浪被说的 都想趴到地上哭两声 不知道造的什么涅槽 会刚逃出一个不靠谱的宗门 又转眼 跳到另一个火坑 突然一阵浓郁的灵气扑面来 她差点被吹得喘不上来气 血雨感觉小师妹刚开始 可能还有所不适当 只要服下顾灵丹 就会舒服许多 叶浪浪拿着一看 果然是个好东西 记得元书中药丹能稳定营气 若是根基不稳 可以通过此物 迅速打好基础 像三师兄这样的大神 用了三年的时间 也才练出了三分 如果没记错的话 她作为女主的头号暖蓝 最后都把顾灵丹 献给了云雀 叶浪浪没想到 才刚当上小师妹 三师兄就愿意把 三分之一的灵丹让给了她 这还是第一次感受到 有师兄的温暖 不禁抿了抿嘴 说着你可真好呀 血雨看着小师妹的可爱劲 喜欢得不得了 在她眼里 果然人人都有礼貌 偏偏那个只知道 张口索要灵丹的目中西 就是个棒拳 当叶浪浪正开心地吃着 激动大喊 有个鸟人飞得好快呀 可随着砰的一声 落地才发现 此人不正是目中西吗 突然从天空划过一个吊人 可把叶浪浪给惊到了 但等人落地了一看 那人不就是目中西吗 岂有此理 明璇是不是想打架 不知道把人 从那么高的地方撞下来 是会死人的 明璇面对师弟 呲牙咧嘴出口挑衅 随手掏出几张符纸 你觉得我会怕你吗 叶浪浪煞时间 只觉得气氛有些剑拔弩张 好奇师兄私底下 该不会都是这么相处 薛鱼却一脸淡定 显然已经见怪不怪 小师妹不用担心 他俩都恨不得 给彼此捅两刀 不过每次 也不会闹出什么大动静 无非等两人打一架就好了 叶浪浪怎么听着 还有点小激动 真想看着师兄赶紧打起来 光是想想 都觉得很是刺激 薛鱼看着小师妹的眼神 为什么会感觉甚得慌 话说 你是不是有点开心过头了 叶浪浪突然意识到 他刚才失去了表情管理 瞬间一改脸色 变得悲痛万分 才会说得过去 面对小师妹的虚情假意 薛鱼算是全看透了 转头拉住两位师兄 可别打了 若是非要拼个你死我活 就去训练场吧 那里人多热闹 这边长明宗长老光 往眼前一站 就把夜浪浪下的话都不敢说 可尽管如此 段玉并不打算就此作罢 也不顾身形巨大的体格 上去就跟清传弟子 打了个招呼 而小菜鸡 一下子就被胡子拉叉的长老 拍倒在地 段玉人都懵了 我不就是想跟你认识一下 也不至于这么不扛揍吧 穆仲熙也顾不上跟名悬摆者 上来就让长老下手轻点 毕竟小师妹才刚入门 你可别把人家给吓跑了 夜浪浪总算听她说了一句暖心的话 也不枉费两人相识一场 段玉被说得呵呵一笑 既然这么不扛揍 那就先学学新法吧 这本他清风可是人手一份 你的师兄都早已贯通了心领神会 若是你一个人 拖了整个宗门的后腿 那他当长老的 三天两头就要查你的功课 而且别怪没把话说在前面 就算是女弟子 他也很舍得用脚踹的 夜浪浪很是福气 没想到学不会还要挨揍 可长老口中说的用脚踹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姿势 为什么他会莫名有种不祥的预感 从不吃亏的小师妹 这次却碰上了狠角色 只因长老莫名就对他感兴趣 还说要三天两头查功课 夜浪浪一脸不可置信 按理说他成了小师妹 不该被团宠吗 怎么才刚开始就遇到不懂 连相细域的巨型壮汉 段玉看着小身板这么不扛揍 若是犯了错 就用脚踹吧 反正对其他弟子都踹习惯了 突然来个女弟子 难免一时也改不掉 听到用脚踹 身材娇小的夜浪浪竟有些好奇 原本以为是什么稀罕脚法 可他很快就见识到了 什么才叫真正的狠人 只见沐仲熙看着长老阴沉的脸 就知道要挨揍了 此时段玉的眼神变得更加凶狠 不自觉的脚 就朝着屁股狠狠踹去 原本目中些挨打习惯 本就不想多嘴 可当着小师妹的面 长老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下一刻 目光凶狠的段玉眼里 更加透着杀气 朝着小兔崽子的屁股 就框框踹了几脚 夜浪浪看到这一幕脸都下绿了 这下子 总算见识到什么叫做人狠话不多 他虽然很喜欢摆烂 可最讨厌被人踹屁 于是为了逃过这一劫 在今后的三天时间 他拼了命 把长老交代的所有东西 毕竟学会了踏清风这本心法 在被长老追着打的时候 还能闪躲得快点 目中西显然已经被踹得都习惯了 他甚至还能一边跑一边拉小师妹一把 夜浪浪还是头一次这么忐忑不安 因为两人一前一后 明知稍作休息 就被狂踹屁股 所以谁都不敢停下脚步 只能拼了命地往前冲 入了宗门之后 夜浪浪却没高兴过一天 整日里不是被长老怒骂 就是差点被痛扁一顿 还踹了屁股 而身为扶修 不用经历这种糟心事的明玄心理 别提有多庆幸 甚至还在他们被长老疯狂追赶的时候 忍不住幸灾乐祸说上两句 这么一看 小师妹果然是个矮个子 难道家里人是舍不得给你口饭吃吗 本身就是毒蛇的夜浪浪哪受得了 被人这么嘲笑 想来成天不是被追着踹 就是被欠揍的二师兄吐槽 这闹心的清传弟子 他是一天都不想当了 但说归说闹归闹 夜浪浪强压压着火大的脾气 只劝自己能想开点 当刻苦修炼两个月后 他本以为糟心的日子能够得好点 可为什么 每次上心法科长老 都会让他站出来回答问题 但不得不承认 自从有了断育折磨人的修炼 怪家主风本就浓郁的灵气价值 他居然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就从炼气五层达到了惊人的九层 看着唯一的女弟子 上课又不专心 一向不讲情面的长老 就让他赶紧回答钢台的问题 夜浪浪心态崩了 想来不就是在收徒当天顶撞了几句 也不至于每次都对人刻意刁难 还说什么答不上来 就要受罚去扫藏书阁 正在他支支吾吾答不上来之际 忽然发现 明璇都困得在打哈欠 既然先前被嘲讽的那么惨眼下 做些缺德事 也算是对方活该 于是 秉着想坑二师兄的心态 转头报告长老明璇说 这替他混 是吗 既然你这么想表现 那就站出来 给小师妹立个榜样 明璇一脸猛逼 看着眼前的罪魁祸首 目光错愕之际 像是在表态 怎么没事吧 成为亲传弟子的小师妹 不受宠就算了 还天天被二师兄欺负 叶浪浪在面对长老 提出夺命连环问 他果断决定 坑师兄一把 当听闻一向冷傲的明璇 竟抢着要表现 那为师 就给你一个出尽风头的机会 听闻此话 明璇满脸愕然 可罪魁祸首 却表现得格外乖巧 叶浪浪眼见师兄瞪大了眼 全是怒气 可他却说你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反正师兄就是拿来坑的 谁让你叫人家矮个子 还说长得像土豆 说实在的 面对长老冷不丁提问 明璇也是一脸猛逼地站起来 又一脸猛逼地坐下来 不出意外地 被训斥了一顿 可作死一时爽 一直作死一直爽 叶浪浪一上新法课 眼皮就开始忍不住打架 明璇眼看着昏昏欲睡的小师妹 这报仇的机会 不就来了吗 于是趁机不备 趴在耳边小声说了一句下课了 叶浪浪对啥都提不起兴趣 唯独对干饭情有独钟 一听下课了 瞬间从桌子上 跳起着急忙慌 就要跑去干饭 明璇看着小师妹 磕在骨子里的生物闹钟 急忙拉着胳膊声 怕人还没跑出门 就会被长老害死 果不其然 此时的长老已经低气压 浑身颤抖 血鱼跟雾重兮 看着被甩在一边的桌子 猛逼得不能再猛逼 不想叶浪浪 还沉浸在干饭之中 无法自拔 不得不说 他的条件反射弧 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原本强压情绪的长老 还在等他低头认错 可看着丝毫不为所动的弟子 直接被气得血压飙升 妈 你突然踹翻桌子跳起来 是对我的授课方式不满意 所以想站起来 扭两下注注心 明璇看着小师妹的表情 好像很紧张 只不过天理 招招只怪他报应不爽 不料上一秒 还偷着乐的明璇下一秒 就被当众抓包 一声怒斥 就让两个棒锤都滚出去 打扫藏书阁 明璇突然一愣 天真的眼睛 写满了关我啥事 可看着小师妹 欠缪的表情 她被隔音的笑容 瞬间消失 听到有人做伴夜浪浪 倒是一脸苦笑 我的好师兄 你看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自从明璇遇到小师妹之后 不是在背坑 就是在背坑的路上 她明明可以清闲享受生活 却偏偏被连累的一起受罚 当藏书阁的预管室 看见老熟人来了 也是丝毫不客气 反正你都知道 自从上了心法课后 她的脸在藏书阁都混熟了 可凭什么同样是过来受罚的二师兄 却可以悠闲自在地坐在那里看书 于是生着闷气 有意无意扫到脚下 麻烦你挪挪脚刑骂 没看见人家 再扫病 明璇忍着气 默默挪开脚 反正别人生气她不气 气出病来 没人替 可我是长明宗唯一的扶修弟子 又是你的二师兄 矮个子 怎么连最基本的尊重人都学不会了 哦 你可真厉害 明璇有被冒犯到 看着小师妹敷衍又白烂的行为 目光直视之际 像是闪着火花带闪电 谁要在这个结果眼上找茬 就摆明了要跟人作对 不料浴管室突然出现 既然两人这么闲 那就罚你们扫不完藏书阁 不许吃饭 叶浪浪不满的发泄情绪 甩手就把扫帚扔到一边 总之 这破得谁爱扫谁扫 反正她是不扫了 明璇顿时有些后悔 早知道就不作妖了 话说 现在都过去了一个小时 你饿吗 反正我饿了 被师兄这么一说 叶浪浪好像也饿了 那怎么办 不如我们快点扫完去吃饭 叶浪浪表示同意 拿起扫帚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浴管室看着行动起来的两人 也算没白费她的一番苦心 至少他们达成了共识 以后总不至于三天两头 跑到藏书阁授法 可没想到 小兔崽子活还没干完 趁其不备 就想偷偷溜走 浴管室看着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不剩的棒锤 不禁对旁边角落里站着的人 询问这个小丫头 真的是你说的好苗子吗 听说二师兄不好相处 可叶浪浪却偏不信 只因在他的认知里 就没有降服不了的人 当浴管室数落弟子 是个不成器的棒锤 段玉竟当面反驳 他看人的眼光不会太差 就凭叶浪浪记忆力超强 堪称过目不忘 就是修仙界里难得一遇的好苗子 浴管室则认为 只知道睡觉干饭的本性 正是修炼成才道路上的绊脚石 话虽如此 可像踏青锋这样难学的心法 就算饶有天赋的沐仲熙 也足足花了十多天才学会 而那个家伙 居然在短短的三天之内 已经学得熟记于心 坦白说 他不止一次向赵长老提议 让伐叶浪浪打扫藏书阁的时候 督促着多看看书 可他倒好 地势经常扫 但活一干完 转头就跑 若是再这样下去 如此可贵的天赋 岂不是白白浪费了 浴管室不语 如果此人真的像你说 有过目不忘的本 那怎么在外门考试的时候 还会那般平平无奇 话说至此 段玉也有些费解 难不成他一向没看错过人的眼光 也会出现偏差 又或许只是此人运气好 转眼吃饱饭的叶浪浪 淡劲十足 想来只差两层 就能美滋滋回去睡觉了 明轩余光一瞥 也不知道怎么会遇上这么个玩意儿 别人带的小师妹 没吃两口就说饱了 可他接连吃了五个馒头才说 刚刚好 叶浪浪让少说点废话 要知道 吃饱饭肉嘟嘟的女孩子 才显得最可爱 你有嘴碎吐槽的功夫 受罚的两层楼都打扫完了 等到两人上楼一看 不得不说藏书阁的名号 不是白起的 光是随手拿出其中一本 都是个稀罕心法 明轩脸上露出一幅 没见过世面的嫌弃 据说这里的每本书 都是从师祖那一辈流传下来的 可谓是修仙界里 难得一遇的孤本 而且只有宗门里的青传弟子 才能进入此地 单凭外门的身份 根本没有资格踏入一步 这话说的 不禁勾起了叶浪浪的好奇心 不知书上的浴火符 是怎么画的 看上去好像还挺值钱 明轩一阵狐疑你一个 没有实力的剑修 怎么会问这种问题 难不成准备改行做副修了 谁知话刚说完 叶浪浪就开吹捧彩虹屁 虽然她是个剑修 但对天才二师兄 似乎有种特别的好感 尤其在睡觉的时候 总会幻想你画符纸的样子 一定很帅 面对小师妹 突然投来仰恶的神色 明轩表面显得毫无波澜 可内心早都已经乐开了花 光是晚上幻想 怎么能有现场发挥的样子帅 说着就要展露一手 小师妹 你可看好了 为兄画符的样子 可是很迷人的 受人崇拜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明轩已经试过了 虽然过程中很爽 可结果很惨 当她被小师妹迷之操作 吹捧得分不清西北 一时兴起 迅速在宣纸上 提笔写出了浴火符 叶浪浪连忙鼓掌都没停过 表面夸在二师兄 可真厉害 我都以你为傲呢 实则暗地里一笔一画都记了下来 要不是她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还真记不住如此狂野的笔法 明轩的一集浪 看在小师妹这么崇拜她的份上 若是态度能再热情点 说不定她愿意交个一心半点 多谢师兄好意不过应该不需要了 叶浪浪说话间 看似有意无意 实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仅凭几句话 就将不好相处的人 骗得连裤衩子都不剩 想来全宗门恐怕也只有她能做到 转眼叶浪浪就把浴火符模仿得七七八八 虽然灵气低微 可燃气的微弱的火苗 也是奇迹般的存在 明轩看着悠悠火光 在小师妹指尖游走 没想到业余的家伙 竟然只试了一次就成功了 叶浪浪激动不移 努力运转灵力 让火苗在符址上转动表演 脸上还露出卖弄的清澈眼神 像急了在等着被夸赞的小可爱 看着小师妹玩得正开心 原本明轩也并没有在意 可随着火苗越转越快 她才惊慌阻止 继续转下去 是会出事的 叶浪浪听着一声怒吼 被吓得心惊肉跳 可此时才知道 后悔已经为时太晚 只见转着转着火苗 就不受控制般飞了出去 随着羞羞几声 整个藏书阁都差点被烧个金光 多亏明轩眼几手快 瞬间使出水绝宁巨大水球 甩了过去 才避免一场悲剧发生 这边两人才刚喘口气 那边御馆师就闻声赶来 看到眼前满地狼藉 一石器的胡子都翘了起来 真是棒锤中的棒锤 居然敢在藏书阁玩火 难不成 还想把师祖留下来的遗迹 都烧没了才满意 你俩要是真的对老夫有意见 大可当着面明说 无必在这里萤火自焚地搞事情 明轩被骂得有些心虚弟子 怎么赶呢 叶浪浪作为罪魁祸首 也唯唯诺诺弟子不赶 浴馆师都气笑了 说了不改 还把书都烧成了炸 那要是改了 岂不就要反了天了 对于这件事情 叶浪浪表示非常抱歉 抱歉有个毛用 你看看至少十几本一记 都被烧得破烂不堪 你知不知道此时 老夫的心都在滴血 这可都是唯一的古本啊 叶浪浪良心不安 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听闻如此贵重的物品 都会有留饮食记录 故知可否拿出来一用 浴馆士气的都想翻白眼 你要留饮食 能有什么用 更何况那东西不紧贼贵 而且还只能看一次 谁能保证 看一眼 就能把所有古本都复原出来 叶浪浪说他能 反正破罐子破摔长老 若是信得过他 就将留饮食交出来 弟子肯定能一字不落地 抄录下来 只因他想学鬼话 扶正点钱花 不料玩火自焚 还烧了藏书阁 正当叶浪浪想补救之际 却被突然赶来的 浴馆士逮得正着 此时的气氛 显得十分尴尬 作为帮凶之一的明璇 也陷入了沉默 他偷瞄了御馆士 正在吹胡子瞪眼 不如就把留饮食拿出来 好让他能将功顾过 一时间 所有人的视线 都会聚在叶浪浪身上 明璇心想他没事吧 御馆士看着态度 还算诚恳 但你真的能把烧毁的遗迹 全都抄录下来 叶浪浪连连点头 诉说他可以 只希望刚才 玩火烧出的意外 你能大人不计小人过 御馆士冷哼一声 早就提醒过你 整日里嬉皮笑脸 没个正行 迟早要闯祸 这下好了 连尸祖的遗迹都给烧了 若是老夫拿出了留饮食 你却做不到的话 就等着被宗门长老批斗了 叶浪浪委屈巴巴接过东西 虽然错是他闯的 但怎么挨骂的 就只有我一个 不想下一秒 御馆士看到沉默 不予装无辜的明璇 就气不打一处来 当即羞愤转身 让两人一起去近地发钞 发得错的小兔崽子 一个都别想跑 本以为能躲过一劫的明璇 看来是想多了 但小师妹遇事 是真上的精神 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遇管是屡屡无须 回想起刚才那家伙 一脸认真的表情 该不会真的像口中所说 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吧 转眼消息 就传到了段玉耳中 哎 你听说了吗 那个小师妹又作妖了 还把藏树阁的孤本给烧了 可看着毫无反应的周行云 你倒是说句话 听说他还是跟明璇 一起烧的你就说厉害吧 周行云端着茶杯 看着对方几眉弄眼 叙述叶浪浪的所有恶行 别说这个沙雕小师妹 虽然人不在外 云游四海 但做出的传奇事迹 恐怕早已传遍了整个修真界 光是火烧藏书阁 短短几刻钟时间 就已经传遍了 长明东的各门各户 断玉眉头紧皱 这家伙第一次登门入宗 便将地面砸了的大坑 眼下又干出这种缺德事 可真乃神人眼 周行云面无表情 陷入了深思 所以长老到底是 收了个小师妹 还是招了个祸害回来 能左腰的小师妹 一言不合 就被流放到后山境的授罚 没想到在里面 还偶遇到了 同命相连的三师兄 此时叶浪浪并不知道 火烧藏书阁的英勇事迹 已经在长明东里出了名 还自顾自走在 通往禁地领伐的路上 当他踏入山林水秀 沉淀着神秘古运的风水宝地 不得不说 若是在这里修炼 恐怕是个难得一遇的灵气圣地 明璇好像不止一次 在他脸上 看到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告知此处 乃是祖师爷的非生之地 据说还遗留了不少宝物 所以才因此被列为禁地 当然在修真界里 危急和机遇 一向都是并存的 叶浪浪一听 都不敢过多幻想 他只是来这里抄个书 还不至于充分头脑 再寻个宝 当两人来到禁地里的石壁之处 发现已经有人 抢先占了一个位子 等他定睛一看 此人不正是 几天没见的三师兄吗 原来是跑到这里受罚了 薛瑜尽管知道 此地乃是清传弟子 专属念必思过之地 若是犯了一般的过错 是进不来的 可还是热情招呼着 没想到你俩难兄难妹也进来了 叶浪浪一点都笑不出来 托师兄的红服小师妹 我把藏书阁烧了 薛瑜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也跟着一脸苦笑 转头看向明璇用手指的询问 那他呢 我俩一起烧得厉害吧 薛瑜听后再也不淡定了 这俩一个比一个能搞事情 要是牵扯在一起 还得把人给逼疯 他缓了半天才强装镇定 你俩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 难不成和管事的有仇 叶浪浪思前想后 也没找到能说的出口的理由 于是选择正面回答问题 深仇大恨倒是也没有 完全就是他玩火自焚 自找的 薛瑜听到他承认在藏书阁玩火 才会被罚到这里 也确实活该 可不得不说 小师妹的做事风格是真的有 这个宗门是怎么了 居然进出些丧心病狂的弟子 不是把物以细为贵的金书烧了 就是练出仙丹 把同门弟子读倒了 原本明玄还好奇询问老三 你是怎么被罚禁地的 可听闻做出如此糊糊人的缺德事 也真有你的 叶浪浪为了身心健康 还是决定不跟这个疯子搭话 赶紧抄写金书为好 明玄也是这么认为 反正从百草原到三味书 他已经被罚得习惯了 被迫营业的叶浪浪 就算不为了别人 权威自己早日出去 也只能拿出刘以实干起大事 果然全神贯注幻想在神石世界 就没有他记不住的字 只是过目不忘的本领 虽然很强 可上千页的一记 全凭手抄也是没谁了 血瑜在旁边哪里见到过 这么叹为观止的场面 可小师妹鬼话服的样子 到底是在干什么 明玄眼见奇迹的一幕 就发生在眼前 果然小师妹过目不忘的本领 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不过 无论他抄书再怎么厉害 都是罪有应得报应不早 谁让金叔被他烧了 为了平息此事 不得不在预管室面前 答应将一记抄写的一字不落 这话让血瑜听得很不爽 不用想此事 也二哥脱不了关系 不然好端端的你 怎么也出现在这里 叶浪浪落笔有劲 只要抄不死 就往死里抄 可时间都过了这么久 他实在头晕目眩 手指发麻的不想动 明玄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小师妹 这要是半途而废 刚才的努力 岂不是全白瞎了 实在不幸为凶 给你捏捏胳膊揉揉肩 无论如何 你可一定要撑下去 叶浪浪小手一伸 我也只是说说而已 能不能轻易放弃 你俩快点扶阵起来 阵还能抄 可他刚说出口的话 才坚持了半个小时就打脸了 无论如何 阵都不抄了 赶紧让阵死了算了 明玄急了 只要小师妹撂挑子不干 那他肯定得为这件货事 背锅跑不了了 实在不行 让老二把练出来的丹药 全都拿出来补身体 你也一定要挺过这一关 叶浪浪好感动啊 抬手抹了抹灵气 后费流出来的鼻血 听你一番话 朕觉得又行了 身为单休的三师兄 靠着同门弟子 以绅士要才换来的小药丸 竟被人送外号 叶浪浪的小师妹 给吃得渣都不少 可吃着吃着 他怎么觉得浑身抖擞这种感觉 就像是要成功破镜了 明玄听着无心之言惊的 拿扇子的手都在颤抖 是个人都知道 同极破镜 还是极难突破的坎 可你话说的这么随意 很容易招来同门嫉妒的 血鱼陷入深思 有没有可能 小师妹是超书魔症了 才会靠着鬼话 服意外破了劲 可单休要依靠炼丹 剑休要依靠炼剑 他一个剑修化了几个灵符 竟然也能突破修为 明玄虽然很不愿意承认 小师妹是个修炼奇才 可他明显两道双修 又有着超乎常人的领悟能够 叶浪浪闭眼吸气 感受着神识之间的灵气游柔 看来他被罚到禁地超书 也不全是一件坏事 至少一边靠着吃药 一边维持体力 再加上一剂服务加持 确实因此 破宽了原本寥寥无几的尸海 两日后 玉管是暗时跑到后山禁地查探情况 没想到难如登天的事情 还真被这家伙都做到了 好在江公鼓过他满意的笑了 只是其他无关紧要的人 可以先行离开 唯独你这个纵火主谋 要单独留下 叶浪浪看着没良心的师兄 跑得一个比一个快 真是玻璃琴声说碎就碎 你嘀嘀咕咕干什么呢 还不快点跟上老夫的脚步 上了藏书阁三楼 玉管是像在翻找极为重要的东西 当拿出破旧残卷的那一刻 叶浪浪就知道 还没恢复好的体力 又得过度消耗 玉管是开口直奔主题 既然你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不如帮个忙怎么样 看着泛黄的纸叶又脆又薄 不禁嘴角一抽 他实在不想抄 若真有这个公布 回去睡觉 难道不香吗 玉管是当然知道 对付捣蛋鬼 根本不能按常理出牌 你看这卷残卷 已经存留了数百年 上面不仅记录了上古单方 更是师爷留给后辈学习的一番心血 难道身为常民宗弟子一员 你真的对于此事 能无动于衷吗 叶浪浪满脸拒绝超写一记 都已经够累的 更何况还是上古残卷 此物一旦打开 就连祖师炼丹时的场景 也能映入眼帘 可正因如此 才会极其耗费灵力 搞不好他的使海都得给炸干 玉管是听出言外之意 所以你想怎么样 好说好说 想要他抄写残卷 那得是另外的价钱 常民宗的祖师爷 要是知道他人都死了百年 以后还会被弟子窥探神识 估计打死都不愿说出 半点有失身份的话 当玉管是亲眼见证 弟子过目不忘的本领 不是空有虚名 于是百般讨好 想让他凭着真本事 复原残卷 叶浪浪看透了 用人在前不用人在后的嘴脸 干脆把话 抄明了说超书可以 但他的睡眠时间 可是很宝贵的 玉管是老脸一黑 难得对这家伙刮目相看 可他现在却连半点 宗门情面都不讲 明知道常民宗都穷得 接不开锅了 怎么能好意思要钱呢 实在不行 身为管是 兼职炼丹阁负责人的我 送给你一瓶丹药如何 叶浪浪一听 就觉得划不来 才给一瓶丹药 还不够他补充耗费的灵力 更别提另外 对睡眠时间的补偿了 看这一身反骨的家伙 说走就走 玉管是咬牙 忍着痛在家两瓶最多了 你小小年纪 做人可要是好歹 叶浪浪伸了身懒腰 怎么突然困得不行 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 还不如早点回房间 睡觉算了 玉管是急了 连忙揪住辫子 你别走呀 实在不行 咱再商量商量 看着对方面目表情 他干脆转了小兔崽子 放荡一把 只要老夫交代你的残卷 能够按时补全 那炼丹阁的灵丹妙药 随你可挑 叶浪浪想来 铁公鸡也是出了大手笔 这才笑嘻嘻表示成交 你要能早这么爽快 说不定他早就完成任务 回去睡觉了 虽然成功把对方说服了 可遇管事 怎么总有种别人摆布的感觉 而且还觉得 一切顺理成章里外 说不出那里出了问题 叶浪浪拿着上股残卷脆弱的外表下 使得他也不敢轻易打开 若东西还没开始超旧残的吊渣了 那就真的得不偿失 思前想后片刻 还是觉得用神识窥探的方式 最为稳妥 转眼陌生 也不完全陌生的画面 映入眼帘 虽然跟如今的藏书阁差别不大 可处处都显得寒酸不堪 更是跟别人家华丽的宗门外表 没法相比 等他走近一看 只见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头 坐在炼丹炉前 嘴里还一直叙叙叨叨说些什么 唉 老夫的配方放进去几个了 怎么宁幽花还拿在手里 随着霹里啪啦的火声传来 长冰宗的祖师爷又开始抱怨 真是气死老夫了 宗门里的狗都快饿死了 他还不得不坐在这里练担 等有一天他有钱了 还不如早点回家养猪 还能吃口猪肉 叶浪浪没想到 长冰宗的祖师爷 竟是个不在乎外表 只在乎内在还挺有想法的老头子 要不是条件不允许 他倒觉得归隐山林养养老母猪 也没什么不好 可祖师爷抱怨归抱怨手里的动作 是一刻都没闲着 只见不到半盏茶的功夫 就将一炉子丹 要炼化的金光闪闪喜人的狠 叶浪浪用神识窥探完后 只觉得脑瓜子嗡嗡的 要是现在不开始提笔抄袭 恐怕再过一会儿 刚才的画面 就晃得他头晕目眩 倒地不起 浴馆饰演都瞪直了 没想到这家伙办起正事 还挺靠谱 没多久 便将残卷补血的整整齐齐 话说都流鼻血了 还是赶紧回去休息吧 可别晕倒在藏书阁 尽给老夫添麻烦 叶浪浪伸手接过钥匙 还顺带手服用了 薛鱼送的大母丹 这幸福简直来的 不要太突然回房睡觉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眼下抓紧时间 好到炼丹隔号羊毛 才是正经事 本应该人见人爱的小师妹 如今却成了 封批诚信的鬼剑筹 这边才刚弄来炼丹隔的钥匙 就打算悄悄潜入房中 大捞一笔 可只知道吃得夜浪浪 知道哪里的东西最好吃 却偏偏对炼丹制药 了解的不多 思索了好一阵 猛然将主意 打在了三师兄身上 既然他不懂 但他可以找懂的人帮忙 反正多少给点好处 像这种送上门的好事 应该没人会拒绝吧 于是趁着夜色鬼鬼祟祟 敲开了醉毁炼丹的 三师兄房门 血鱼瞅见鼻子上 还有血迹的小师妹 都被吓了一跳 突然登门拜访不知道的他 还以为大半夜的看见鬼了 平日里 明明睡觉最积极的人 今日怎么变得如此反常 夜浪浪听后 满不在乎擦了擦鼻血 手里还嘚瑟地转着钥匙圈 狱管是说了 为了感谢他超书功不可没 勉强英语进入炼丹阁 只要是他看上的丹药 都可以随便拿 可眼下吃了不识货的亏 只要三师兄愿意指点一二 那得来的好东西 咱俩可以平半分 血鱼没忍住嘴角一抽 小师妹居然能在铁公鸡身上拔毛 可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既然盛情难却那为兄 岂能扫了一番美意 不过他负责带路 狠狠载一笔的同时 也不能亏待了他 叶浪浪自然说到做到 转眼愉快的决定后 两人撒腿跑到练丹阁 还专挑跪的拿 尤其等捕灵气质伤口的丹药 更是拿到手软 没想到满载而归的三师兄 还真挺识货 果然选择带你出来 是个最明智的决定 看着一路哼着小曲悠闲离去的身影 站在门后的丹丰丰主 都快气地吹胡子瞪眼了 要不是看在他们有钥匙 又是清传弟子的份上 肯定一脚 把两个贪得无厌的小兔崽子 踢出门去 见钱眼开的小师妹 吃着馒头还站不住嘴 一听到炼丹能赚钱 就被诱惑到手里的馒头都不香了 这边督促小师妹修炼的薛鱼 刚开始还疑惑 好端端的房间 怎么贴得乱七八糟 可待了一会儿 居然发现 看似平平无奇的福祉 居然能将灵气聚集 跟后山禁地的相提并论 叶浪浪还不想暴露 她底子并不差 又偷偷以睡懒觉 实则躲在房间努力的另一面 无奈面对三师兄的疑问 只能有意无意地敷衍着 薛鱼看着不思进取的小师妹 有些担忧 如果现在不倾家苦练 那等到半年之后的棕门大笔 可该怎么办 难不成站到台上说 你不行 让他们手下多留点情 叶浪浪点头回应 虽然她也很想做师父眼中的得意地 但生物中却在告诉她 应该上床睡觉了 看着小师妹掀开被子 说睡就睡的架势 薛鱼也是恨铁不成钢 难道刚才苦口婆心说了那么久 居然一句话都没有听进去 她本想把人叫起来 再啰嗦两句 可听着呼噜声都传出来了 还是拾去地赶紧离开 可别扰了小师妹的好梦 转眼到了干饭时间 就鼠叶浪浪最为积极 难得今天跑得快抢了四个馒头 应该能吃得满意地打了个宝格 突然耳后传来嘀嘀咕咕的声音 被她听得清清楚楚 听闻那个不干正经事的小师妹 跑到丹丰 搜刮了好多值钱的东西 而且还得到了 玉管市本人的亲自允许 若咱们也有那个富贵命就好了 只可惜 凡事都得靠自己 叶浪浪本来听到这里 还算一切正常 可忽然听到 有一个人刚刚练好了两颗药丹 如果能趁着师兄不备 偷偷溜下山 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到时候 大鱼大肉全都有谁 还坐在这里砍馒头呀 叶浪浪听后 整个人激动的原地跳起 凑上钱本不该偷听 两位道友说话 可你们刚才说 成为丹修 只要好好练丹 就能挣到好多钱 是真的吗 只见两人点头回应 理论上可以这么说 但凡事都要分个品级 只要修为达到一定高度 便能轻而易举地练出回临丹 那东西可老值钱了 叶浪浪想来 所有人都知道剑修穷 那他为什么不偷偷试着练出丹药 拿到山下去卖呢 原本剑前眼开两道双修的小师妹 已经离了大谱 不料刚从口中听说 这个单炉大概卖多少钱吗 我也好看看 口袋里的预算够不够 只听那人回答 也不怎么贵吧 反正我们买不起 小师妹若实在想买 准备一万颗上品零食 应该能买个差不多的 叶浪浪一下子愣住了 嘴巴也禁得合不拢嘴 就算把他所有的家底都拿出来 也凑不出来啊 但只要是他下定决心 想做的事就没有做不成的 实在不行 就去找管饭的大爷 要口大锅 反正怎么练 拿什么练不都能练吗 转眼叶浪浪准备好的大铁锅 已经烧得孤独冒泡 没想到无意间 在藏书阁看到的上古单方 竟然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 只是他练剑画符 都是一个半条 不知道突发奇想 能不能练出个杰作 拿出去卖钱 看着火势越烧越旺 叶浪浪迫不及待 把搜刮到手的灵草 一股脑全都放了进去 眼下也分不清顺序 哪个应该先放 哪个需要后放 反正都是难得一件的好东西 只要丢进去 要效应该都差不多吧 而且学着祖师爷练丹手法 再加上古单方跟着赵作 相信最后练出来的东西 应该也会大差不差 没过多久 整个练丹的环节 即将进入尾声 正当夜浪浪施展丹印的时候 却突然提醒 需要给整体味道定的香药 看着五花八门的标注这玩意儿 它也是第一次见 与其拿不定主意左右为难 不如达破常规 选择一个自己最了解的螺丝粉香 可满怀期待 掀开锅盖映入眼帘的丹药 怎么跟预想的不太一样 按理说 就凭刚才放进去的灵草 至少能练出来九颗好东西 但现在好像九九归一 变成了一大坨 夜浪浪猛然愣神 尽管有些大失所望 但好在算不上光滑饱满 至少能看出来 是个圆不溜秋 还好大一颗的无敌灵丹 只见它盯着十里飘香 还飞蛆蛆的东西 实在下不去嘴 不如就把这个 营养过剩的宝贝拿去 让擅长练丹的三师兄 试一下喉改如何 别人都是用丹炉练丹 可到了小师妹这里 却用铁锅大乱盾 而九九归一无敌灵丹 一经问世 他就迫不及待 想找人试丹 此时还在传授 练丹经验的薛瑜 还没意识到 封批小师妹 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正自顾自以身是法 告知弟子练丹当中 最忌讳心态不稳 只有心平气和 才能避免过程当中 失败的可能 从而练出品级超高的 稀有灵丹 正当内门弟子 对三师兄膜拜的 一败涂地 非要尝试一下 练丹的滋味 手拿无敌灵丹的夜浪浪 突然一脸快笑 踹门而入 薛瑜原本只闻其声 不见其人 当第一眼看到 黑区区的灵丹 还在疑惑 小师妹捧了一坨什么东西 可臭味迅速扩散的速度 瞬间熏得他 有点措手不及 三师兄 你怕什么呀 这可是费精力气 倒过了好一阵 才练出的东西 他明明挑的 专属螺丝粉 口味十里飘香 怎么看你的样子 像是不太喜欢呢 看着臭烘烘的东西 一直在眼前晃悠 薛瑜直接让小师妹 把令人作误的东西 拿远点 难道你没听到 这一坨东西 都把大家熏得 嗷嗷叫唤吗 夜浪浪一副 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 非要把东西凑到眼前 让三师兄浅尝一口 也好给个评价 不料话音刚落 被臭味围绕的炼丹炉 直接炸崩了 愣在原地发呆的 悲催薛瑜 直接一秒 被绷成了爆炸头 没想到小师妹练的 得意之作 竟会有如此够料 难不称 还想自学成才吗 夜浪浪显得有些茫然无措 她对三师兄的遭遇 实在非常抱歉 可你就尝一口吧 说不定真的很好吃呢 薛瑜愁眉不展 根本就不想搭理 竟会霍霍人的小师妹 想她练丹这么多年 虽然被炸过很多次 但这么好的炉子 还是第一次被熏炸了 练丹着了魔的夜浪浪 一时兴起 练了个螺丝粉口味 本以为灵丹别有风味 却被长老嫌弃 跟公然拉式有什么区别 其实她本来不想笑的 可一看到三师兄形象全无的损样 实在别的没人 不禁边笑 别用手拍了拍炸毛的头发 这坨灵丹虽然看起来丑了点 但浓缩了大把灵草精华 看在小师妹的面子上 三师兄你就吃一口吧 薛瑜满脸拒绝 实在找不出什么词 来形容又臭又难看的东西 虽然盛情难却 但她还没到咸病肠的地步 正当两人来回推荡 正让不下之时 忽然砰的一声 房门被白胡子长老一脚踹开 抬手便指着鼻子破口大骂 你可真是胆大包天的棒锤 竟然敢在课堂上公然拉屎 老夫之前就觉得 用位清传弟子当中 就说你最不务正业 可没想到 才过了几天没被责罚 就已经疲养到了如此地 看着一本正经 不问缘由 便责怪人的长老 夜浪浪默默抱着灵丹 麻烦你不爱可以 但请别伤害弟子的幼小心灵 怎么说 都是她大费周章 参照上古单方练出来的宝贝 而你身为宗门长辈 怎么能说出如此不文明的话呢 此时的气氛 一时难以用言语形容 当长老意识到 小兔崽子 拿大铁锅练出的臭东西 砸了长明宫的招牌 直接挥动着双手语气不善 赶紧带着你的宝贝 从这间屋子滚出去 恐怕再多待一秒 老夫就得去见祖师爷了 这恐怕是夜浪浪 有史以来 受过最憋屈的一口气 临走之时 还不忘将灵丹一分为二 嘱咐三师兄 就算可怜他 也要将东西吃下 给个评价 血鱼看着头也不回的小师妹 陷入了两难之地 若是不吃 恐怕会含了这家伙的心 可要是吃了 恐怕会恶心一辈子 还得留下摆脱不掉的阴影 爱搞事情的小师妹 拿着十里喷香的灵丹 都快哭了 因为她跑遍了整个长明宗 也没愿意吃一口 而血鱼本以为 整日里沉迷恋丹 传授经验 就能摆脱某些人的魔掌 可经过丹炉被炸毁一室 彻底看清了 无论怎么躲 都逃不过被霍霍的事实 正在郁闷之际 一路哼着小曲的沐仲熙 出现在了眼前 或许是血鱼不愿面对 一下子变的脑袋 领光了 尽管知道 残害同门 是一件十分令人可耻的事情 但要么被熏死 要么被师弟打死 相比之下 还是果断选择了后者 慕仲熙看着三师兄在干嘛呢 怎么一直都在来回搓手 难不成是上厕所 一部小心石拉手上了 血鱼没想到 傻袍子竟会如此可爱 连忙挥着手招呼赶紧过来 小师妹练了几颗宝贝 我偷偷摸摸分泥点 一听到有宝贝天真的慕仲熙跑的 你谁都积极 可怎么刚才听说是小师妹练的 那玩意儿能吃吗 只可惜 还是反应迟了一步 还没等他出言拒绝 已经被不怀好意的血鱼 将灵丹塞入嘴中 面对突如其来下的黑手 都把沐仲熙折磨出了一脸捧像 只觉得 嗓子好像被一坨东西捉住了 而且还臭臭的 煞时间 他被噎得喘不上起来 还是来回蹦跶着跳 但用手抠 才口吐彩虹全吐了出来 薛玉眼泛红光看到这个结果 他也就放心了 转眼扭头就跑 不然多待一秒 都得被打成六亲不认 转眼在明玄的院子里 夜浪浪手拿立一半灵丹 又把目光盯上了二师兄 不用修炼体内的灵气 就能被增强两倍 明玄还以为 薛玉练出了什么毒化武器 想要借着小师妹的手来霍霍她 直接满脸抗拒的不留于力 果断拒绝 夜浪浪听着二师兄的无情发言 真的很想哭 连忙解释 这是小师妹亲手为你练的 要不是怕师兄整日画幅 神识透支过度 他才不会被拒绝的这般委屈 明玄一听立马画风突变 想要出言补救 也难怪这个灵丹的造型 会如此奇特 光是薛玉那家伙 肯定练不出这么大的东西 夜浪浪这才嘴角一笑 脸哄带骗 让二师兄浅尝了一口 不料 一股难以下咽的臭味直冲天灵干 明玄怎么都没想到 会在有幸之年 吃到了如此倒胃口的东西 张爱坑人的小师妹 看着师兄都换上了青传长袍 虽然骚里骚气 能迷倒万千少女 可他就是开心不起来 这边那门长老 正在召开紧急会议 而争论的话题是 怎么样才能让炸了炼丹炉的 小兔崽子安分点 段宇认为 这家伙只是太过贪玩 不如打着下山历练的借口 让几个师兄 带着他进入秘境里 掌掌见识 身边满腔怒火的 长老举双手双脚 都表示赞同 要是这个棒锤 再不赶紧离开 恐怕老夫真的会 忍不住揍扁他 一宗之主总算听明白 这家伙 祸乱宗门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如就让这几个雄祸 赶紧下山去吧 终于能把禁给人 添乱的小兔崽子赶跑了 血鱼刚一听到这个消息 就迫不及待 讲给小师妹听 与其整日里除了睡觉 就是祸祸人 倒不如下山历练一番 想必你也听说 云中城地下 有一处极其隐蔽的秘境 往年都被月清宗 和问剑宗瓜分的毛都不少 不过都是一群 眼高于鼎的家伙 应该正忙着 在别的地方打怪兽 短时间内 恐怕顾不得这处秘境了 夜浪浪听后 原本在房内吸收灵气 导致的困意 瞬间全无 袁书中大女主 也会在里面 收获不少的上品凌孤 不过记忆中五大宗门 好像除了月清宗 都没有人去这个秘境 眼下宗门长老 竟然打着历练的旗号 想把他打发出去 难不成是因为 他推动了整个剧情 不过不去白不去 谁不想得到 秘境里的宝物呢 正当全都收拾好东西 准备下山 夜浪浪 看着青衣色的红也不用 如此招摇吧 林玄还嫌弃 小师妹真是不识货 这可是入手冰凉 用千年冰残 撕制成的料子 而且还水火不清呢 夜浪浪看着烧包师兄 平常在宗门里低调的不行 可一刀外出历练 倒一个比一个打扮的光鲜亮明 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们是长明宗弟子一样 慕仲熙笑着说人手有份 小师妹快点去换上呀 可别耽误了时辰 夜浪浪哭丧着脸 根本不想穿 这也太显眼了 不如你们去换一身 便扶穿得越普通越好 为什么 该不会嫌弃宗门的 青传长袍不好看吗 我告诉你 可别不识抬举啊 夜浪浪咧嘴一笑 借他几个胆子 也不敢公然批判 师兄们的眼光不好 只是等他想坑人的时候 岂不是不用张嘴 就已经自爆家门了 这个小师妹 有个独特癖好 那就是专门整治恋爱脑 不光告知心中 无女神拔剑自然神 还劝戒剑谱第一页 先斩一中人 好不容易重获自由的夜浪浪 本以为脱了江的野马 终于可以祸害驰骋修仙剑 可令人一言难尽的青传长袍 可不可以不穿 宠师妹的大肚师兄 不得已换上了 俗吊渣的素衣段子 这一下总该没意见了吧 身穿小屁肩腰上 还带着配件 像急了小侠式的夜浪浪 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快到了云中小城 看着街上人来人往的人群 好像要比先前更热闹 或许是秘境开启的缘故 只要有散修在的地方 不出十米之内 就一定有叫卖灵符的小贩 而且都自卖自夸 溜须拍马 身穿便装的师兄几人 在人群中 显得格外不起眼 明璇歪着脑袋 一看 没想到传闻中睡觉 都能提升灵气的福祉 竟然真的有人在叫卖 听说名字是叫聚灵符 不如我们也买几张回去 躺着不动看看 会不会真的有那么神奇 夜浪浪急忙拉着胳膊 让师兄小心上当 据说越是吹嘘厉害的东西 就越是没用 明璇为了满足好奇心 还是特别想买 反正又不贵 就随便买几张试试呗 夜浪浪气的直吐血 因为聚灵符就是他一手严创的 师兄竟然说他不贵 他倒是想方设法 把人往客栈里转 还说动作再不快点 就没得住了 沐仲熙看着小师妹 非要替师兄省银子 可突如其来的关心 真的没意外吗 看着倒卖盗版聚灵符的小贩 夜浪浪内心堪比五雷轰顶 他本想偷着下山 靠卖符纸 赚点零花钱 但没想到 聚灵符一经问世 竟被抢购一空 由于长明中归森严 害怕太火了 会引火上身 为了不因此 被关入后山境地 所以才不得不痛心收手 可他退出黑市 隐居于山之际 竟成了倒卖盗版的崛起之时 不光聚灵符的火爆程度 丝毫不减 而且还在价格上 被恶意抬高了十倍 明轩眼看 拗不过小师妹的酱脾气 这才不甘心就此作罢 当站在云中客栈的门口 虽然会猜到 名声在外的风水宝地 会一防难求 可也不用被人为的水泄不同嘛 眼光毒辣的木崇熙 一眼就认出 那不是月清东的云雀师妹吗 今日一见 还真是美若天仙 长了一张迷死人的脸 叶浪浪瞧着围观大女主呼声一片 心想 原书中最会当舔狗 还被玩弄于鼓掌之中的人 飞目众兮所属 若不再说点什么 舅舅这个傻袍子 估计只因回眸一笑 就会彻底沦陷 当叶浪浪扭头看着眼珠子 都瞪直了的似师兄 干脆懒得跟他废话 直接一语中的 你看见远处那个身影了吗 该杀 小师妹下山历练 近回冤家路窄 遇上了最不想见的人 可就算气势跑路改头新踪 傲娇大女主 也依然看不起她 木仲熙只因在人头涌动的街上 多看了别人家小师妹一眼 就被叶浪浪说 那人该杀 如此无脑发言 一时都把她说的 不知该如何接话 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 该不会因为吃醋 被酸的磨争了 小师妹就算不为别的 是不是要为头上的 那座胎毛考虑一下 你来回抽风蹦大的时候 那东西随风摇摆就没停过 话说有时间在这里胡说八道 还不如赶紧去抢一房 南球的风水宝地 听说客栈掌柜 不仅贪财 还最擅长坐地起架 适才如命的夜浪浪 怎么能不明白其中道理 只是一时不忍 看着师兄越陷越深 想要劝诫回头试案 才会耽误了不少功夫 当好不容易 从人群里挤了一条出路 他却突然犹豫了 师兄你说 咱们四个人怎么定房 才能最省钱 转眼云雀打量起 嘀嘀咕咕的两人 总觉得其中有一个身影 很像之前宗门里 不受处的尸体 只是印象里 备受冷落之人 怎么看都没有 眼前之人显影 与其自顾自猜疑 还不如上前试探一番 不知道有是哪个 宗门里的小师妹 竟会如此眼熟 似乎跟叛离宗门的一个故人 长得特别相像 叶浪浪看见假人假意 就会装委屈的人 就想起曾经遭受过的屈辱 一副无所屌位般 随意摆了摆手 区区小派布置一体 听闻此话 一向走到哪里 都备受宠爱的云雀 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敷衍 不禁抿了抿嘴角 总有种莫名的憋屈 却又说不出来 看着小师妹自讨没趣 身穿一袭蓝衣 长袍的宋寒生 上前提醒 跟他们没什么好聊的 我们该走了 话已至此 云雀也不想武力师兄 虽然心里十分不爽 却只能暂时咽下这口恶气 当长民宗弟子下山历练 遇上了亿万美男的梦中情人 目中稀饭花吃地笑了 明玄眼都快瞪掉了 似乎只有薛鱼 还算头脑清醒 而面对云雀主动搭讪夜浪浪 却不爱搭理 自认轻刀的宋寒生 都没睁眼瞧他 就让小师妹别一般见识 原本身为二师兄的明玄 瞧着自家人 被这么阴阳怪气 理应关怀一下 送上温暖 可他非但没察觉 夜浪浪阴沉着脸 全程目光都停留在大女主身上 听闻月清宗 出了个极品水系灵灯的天才弟子 该不会就是他吧 可摸着下巴思索片刻 也想不出 身旁盛世灵人的家伙是谁 目中稀也觉得很奇怪 至今为止 好像没听说过这么一号人物 竟会比爱装逼的二师兄 还要能装 被这么一次级明玄双手一拍 该不会是月清宗里 头号神秘人物 首席清传弟子 说的就是他吧 夜浪浪一听 千算万算 没算到神秘大佬 竟会陪着大女主 一起前往秘境 可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个厉害人物 他之前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 只是人家首席弟子都出山了 我们这边却没叫上大师兄 要是真的在抢灵都的时候打起来 我们这几个人 完全占不上优势啊 另一边看热闹的月清宗弟子 早已聊得水深火热 你说几个精丹修为的人 带着一个练棋的小弟子 会是什么身份的 好人厌的家伙身边 也会有这么多精丹修为的师兄维护 可看着穿衣打扮 也不像是大门大派的清传弟子 忽然掌柜开口房间所剩无几 若还想住店的客观 只能选择上等房了 而且经济实惠 才只要一百两零食 就可享受全天供应的热水 沐仲西一跳而起 难不成是打着风水宝地的旗号 开了黑店吗 若这么缺钱 怎么不上街去抢呢 不料一副谁都不服的气势 差点没被月清宗弟子的 吐沫星子给淹死 出来混得 自然住上品房 才能配得上身份 可只因一百两就跳起来 想打人 真是有损风范 明璇被说得羞愧难当 不禁用胳膊肘捅了捅湿地 怎么这么能丢人 原本还心里不爽的云雀 看着几人穷酸地出镜阳相 瞬间优越感爆棚 试问哪家的清传弟子 会出来这么丢人现眼 想来都这样了 一定不是什么名门正派 小师妹真是倒霉 原宗门让她吃尽苦头 没想到改头新宗 又穷得只剩寒酸 刚到城中秘境 就被师兄告知 此处雾霾甚重 若一不小心 吸入鼻中轻 则头晕目眩 重则昏迷不醒 看样子 没有隔绝雾霾的法器 恐怕是进不去了 叶浪浪一点兴奋 那还等什么 赶紧拿出法器进去吧 血雨连连摇头 我们太穷了买不起 咱们宗门没有气休 也没有人会练气 所以 每次都得花大价钱 从城风宗收购 叶浪浪哭笑不得 眼看好不容易 走到秘境洞口 却连门都进不去 说好的下山历练 未免也太随意了吧 记得大女主 每次历练 不是有师兄陪着 就是有一堆法器牺牲 怎么轮到我们长民宗弟子 就变得这么磕着 明璇倒是有一个好办法 既然雾霾太重 那憋着气就好了 再不记得拿的东西捂住鼻子 只要不跟人打架 岂不是什么都好说 那要是想跟人打架呢 听着小师妹 漫不经心 突然问了这么一句 明璇嬉皮笑脸 恐怕你开始动手 自己就先躺下了 叶浪浪沉默不语 想来只是雾霾而已 师兄说的不吸气 也不代表一口都不能吸 煞时间灵光一现 只见他从须弥戒指 逃出各种修补工具 随着搜搜几下一顿倒估 没过多久 一堆四象飞象的口罩 就在叶浪浪手中 凭空出世 如此先进的东西 都把众位师兄看得目瞪口呆 虽然很像他们一回事 可这模样 未免也太古怪了些 听闻此话 叶浪浪率先360度 无死角掩饰了一遍 相信以他的节奏 堪比法器还厉害 重要的是省钱呀 师兄们还犹豫什么呢 快点戴上 准备出发吧 只见几人匪夷所思的神色 有些一言难尽 尽管碍于面子 觉得有损形象 可还是架不住 小师妹撒娇装可爱 他们戴上就是了 怎料 前脚刚踏入秘境 后脚就冤家路窄 碰上了死对头 看着几人整整齐齐 说不出来的奇怪形象 未免有些太过 引人注目了吧 他们不懂欣赏 叶浪浪不怪他们 可看着熟悉的身影 怎么像是苏卓也跟着来了 原本以为首席大弟子 陪着大女主 是在情理之中 只是一个男配 都算不上的田狗 也跟着瞎凑什么热闹 苏卓醋眉一瞥 察觉谁家不如流的小弟子 竟敢一直亏计我家小师妹 虽然长得很美 已成事实 可也不许 你这么盯着人家看 叶浪浪很事无语 我都站在你面前 却眼赛驴毛看不见 好不容易看见了 竟连昔日的老熟人 都认不出来 真没想到 被大女主迷惑心智的 傻袍子遍地都是 只可惜 苏卓舔来舔去 充其量 只是一个中犬备胎而已 教瞒大女主阴阳怪气 还说小师妹 为了卖惨低声下气 若不是里外 都透着穷酸样 谁才会稀罕 挣那撒瓜俩早前 当夜浪浪出静秘境 就遇见连名次 都提不上的大舔鼓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直接用防毒面罩 把能挡的地方都给挡了 不想苏卓前脚 刚骂完我家小师妹 好看着呢 你个臭不要脸的 看什么看 后脚就舔着大脸 询问修士带的东西 好奇怪 该不会是从成峰宗 买来的新型法器吧 只是不光看上去 丑到爆了 又没有灵气加持 不知能起个什么用呢 面对脑子不灵光 还不会说话的渣渣废柴 夜浪浪懒的 跟他一般见识 秘境里畅通无阻 怎么样 想不想要 月清宗弟子眼都看直了 此话可当真 绝对保真 都是同道修仙之人 保证人不骗人 夜浪浪 似乎从这些 铁憨憨清澈的眼中 发现了赚一笔小钱的商机 显然财大气粗的修士 也不满门揭示 说到底 光着脸 进入秘境的人 还是没钱的散修最多 直见他猛然跳起 站上最显眼的地方 卖力腰和手中的防毒面罩 可是亲测好用的省钱法器 只要五颗下品 零食效果 保证令人满意 而且 买到就是赚到 现在绝对是 最清明的一口价 听他这么一说 简直就是 穷修仙者的福利 凡是兜里有钱的 就算挤破了头皮 也非要买一个 带在脸上装个逼 慕仲熙看见 商业鬼才这么能干 都怀疑小师妹 到底来秘境是干嘛的 怎么还没开始历练 就先摆起地摊 发了笔小财 薛鱼一脸淡定 恐怕就数他 能这么不顾脸面 简直没眼看 说起来 还是有名的月亲中弟子 怎么能一个比一个没出息 云雀想逼 那个家伙肯定穷疯了 只不过没钱 也不用这么丢人现眼吧 可看着卖力吆喝的样子 怎么突然觉得他很可怜呢 鬼点子多的小师妹 只是剪了几块小肺布 就成了几破头皮 也要买来装个逼的 稀罕法器 眨眼间看着小师妹赚的钱 鼓鼓囊囊一袋子 穆仲熙别提能有多羡慕 果然有她在的地方 就会有赚钱的野鹿子 叶浪浪被夸得都合不拢嘴 这只是个小意思 她能赚钱的法子可多着呢 明璇看着说不上三句话 都离不开提前的两人 废话也是真多 话说倒是走快点 一直站在那里 磨磨叽叽干嘛呢 没看到秘境洞口就在眼前 别人可是争抢着 要进去寻找宝物呢 转眼刚踏入秘境深处 一股稀稀苏苏的声音传来 有些胆小的散修 难免会心生惬意 沐仲熙看着烟雾缭绕 只觉得寒气刺骨 可不得不说 小师妹研究的防毒面罩 真的能隔绝毒气 想不通人小鬼大的脑袋瓜 怎么会有这么多 稀奇古怪的鬼点子 叶浪浪沾沾自喜 实在懒得开口解释 因为说多了 她也听不懂 说少了 好像又显得她很不专业 续于小脸一红 看着小师妹古灵精怪的样子 真是越看越喜欢 原本她都已经准备好了 B7单 想着实在不行 就拿出来凑合着用 没想到有小师妹出马 看来她完全是多虑了 对比脸戴面罩的普遍现象 反而头顶莲花法器的几人 在暗淡无光的洞穴里 显得格外刺眼 苏卓眼看灵气 被法器稀释的消耗过度 不知从哪来的优越感 瞬间消失殆尽 看着省钱又好用的东西 不如舔着脸过去买点 可之前嘲讽装逼的话 都说出去了 眼下实在有些拉不下脸 不如就请大师兄 亲自出马讨要几个 其实 就算她不说宋寒生 也早有打算 虽然莲花法器 用来净化空气 足以所向无敌 可越是好用的东西 就越消耗来之不易的灵力 与其死要面子活受罪 不如随便拿五颗零食 买一个便是 不知这位道友手里 可还有剩余的防毒面罩 我和几位头顶白脸的弟子 都想要 眼见傲骨大弟子 竟肯屈尊降贵 叶浪浪 还有点说不出来的小激动 只不过 今时不同往日 你想要的话 可是另外的价钱 只要心也路子大 叶浪浪什么都不怕 别说是首席大弟子 就算是你师父来了 也要涨价 宋寒生一脸不耐烦 早就知道 你们这些小门小派的弟子 一向喜欢趁火打劫 所以 你要多少钱 叶浪浪笑容满面 就喜欢爽快人 眼下一个只需要 一百颗上品零食 就可将好用的防毒面罩 任你挑选 话音刚落 宋寒生整个愣住 还是脸皮后的苏酌 怒气冲天 这价格未免也太离谱了 你该不会是故意看人下菜碟 哎 你要是没钱买 那就干脆算了吧 谁让我们这些小门小派 一个个竟会见钱眼开呢 叶浪浪表面 惺惺作态 装腔卖杂 实则故意想出一口 在月清宗里受的恶气 想当初抢走 不由草不说 又被师父打成重伤 这些不堪回首的过往 他可都记着了 转头目光一瞥 准备再添一把火 既然月清宗弟子 都这么看重脸面 自然也不缺这一点点的零食 反正我就是趁机敲诈了 也就是口中所说的不要脸 可我有防毒面罩在手 你们到底有没有钱买 苏卓听着刻意 从牙缝里挤出的月清宗弟子 难不成这家伙 想要故意抬高 他跟师兄的身份 逼得几人 不买都不行 可他们虽然很有钱 但也不是很有病 眼下都已经明摆了要额钱 老子怎么可能会让 居心叵测的小人 奸济得逞 等等 周围众人目光灼灼 都在等着看笑话 若舍不得用购买一瓶 单要的钱 拿来买不值钱的东西 恐怕真的 要打宗门的脸了 苏卓左右为难之际 干脆默不作声 等着师兄表态 反正他是首席大弟子 就算要丢脸 也是先丢他的脸 宋寒生被议论的 一枪木火也不敢发 恐怕只要再多说一句 就会颜面扫地 不就是一百颗上品零食 大不了给他就是 果然在脸面这一块 师兄永远最为看重 既然有人都发话了 苏卓只能不耐烦 丢出零食 自认倒霉 叶浪浪稳稳接住 这钱赚得简直不要太爽 若各位以后 还有需要大可屈尊开口 说不定他心情好了 还能打个折呢 嚣张修仙界的风云人物 竟被叶浪浪唬成了冤大头 可他还闲不解气 总想着怎么报复 才能最过瘾 宁玄本以为小师妹 是个只想干饭的闯祸精 可才进入秘境没一会儿 不得不对他的聪明头脑刮目相看 血鱼听闻此话 也随声附和表示赞同 话说越往深处走 危险系数就会越增加 作为最有经验的人 别怪他没提醒路边的奇怪花草 不要用手碰 尤其要注意脚下 不仅有许多会动的邪性率直 还具有极强的攻击能力 说不定一个不留神 就会被偷袭遭了殃 沐仲熙一向很听话 毕竟听人劝吃饱饭 还是很有道理的 若不幸在这里惹事上身 恐怕真的会很肉疼 叶浪浪看着不远处 月清中的冤大头 在四处张望什么呢 看起来也不像是在寻宝物 倒像是找些什么人 薛鱼要是猜得不错 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 应该再打些歪主意 搞不好会跟在 实力较强的散修后面 只要等到时机成熟 怕是仗着人多势众 要来个商人强宝 记得先前跟大师兄 出山历练的时候 就被宋寒生阴过一次 明明是他们费尽心机 先找到绝世稀有的奇异领桃 却被不要脸的月清中弟子 说是他们先看到了 可那群人 又打不过守护领草的神兽 只好顾服气灰溜溜地离开了 不料大师兄前脚 刚拼尽力气 把妖兽斩杀 宋寒生后脚 就带着众位弟子 趁其不备 将东西占为己有 目中西一听 不禁有些令人担忧 虽然如今能在秘境里 又遇上这群人 也只能怪运气不好 可万一好不容易 打半天的怪兽 最后得来的宝物 被他们盯上了 岂不是人气人气死人 明玄想来 非要硬拼 一定费力不讨好 只会落个两败俱伤 还不如快点 走出他们的视线 别倒霉被盯上了 叶浪浪被扯住 胳膊拉走之际 却突然停住了脚步 看着师兄有事就耸的样子 也不像平常的做事风格呀 他不理解 为什么被人恶心了 非但不报仇 还唯恐避之不及 难道我们在实力上 没有胜算 就不能来个秩序 以牙还牙吗 三师兄当上 清传弟子这么多年 唯独被叶浪浪 刷新了三观 今天他实在忍不住了 难道身为正道弟子 不应该坦坦荡荡 怎么到了小师妹这里 专想着坑蒙拐骗 明璇也跟着点了点头 虽然鬼点子多 是有目共睹的 可非要叫人干坏事 是可耻的 都被人欺负了 还不想着礼上往来还回去吗 叶浪浪对师兄一条路 走到黑的想法 也很是福气 再说了 我们这种行为 叫正道之光都说得过去 向月亲宗弟子 做出卑鄙之事 就应该有不服气的人 站出来 灭灭他们的威风 薛鱼眼见小师妹 一心只想报复 也是纠结得不得了 一边要碍于 清传弟子的身份 生怕做出缺德事 砸了宗门的颜面 一边又气不过 诡计多端之人 动不动就想不费一丝力气 坐收渔翁之力 叶浪浪搓搓搓小手 所以沉默不语的三师兄 是同意了吗 不如事不宜迟 赶紧把隐藏秀为的 灵丹妙药拿出来用 看着小师妹激动的表情 甚至都比见到前还要兴奋 薛鱼似乎已经预感到 大事不妙 东西倒是有 可隐蔽单一般人都看不上眼 毕竟出来混的 谁不想让外人知道 她的实力很强 不知小师妹 为何突然偏要反其道而行 叶浪浪白白手 让师兄不该问的别问 总之想要以牙还牙 这个丹药 一定必不可少 你只管拿出来服下便是 薛鱼总算领悟了 小师妹不过是个练气喳喳 当然用不上这东西 原来前面说了那么多 无非是想让几个 有实力的人 变成干啥啥不行 看起来还很弱的废人 叶浪浪果然跟几位师兄都混熟了 怎么现在不管说什么都没人信呢 可这次真的只是想跟月清宗那几个家伙 友好交流一下 这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 也许还有点可信度 只不过一到小师妹的嘴里 就算真的没什么 也莫名会变味了 明轩总算听明白了 不就是几颗隐蔽单 以至于扣扣扣扣半天 不舍的吗 反正这回 她决定要站小师妹这边 早就听闻月清宗首席大弟子 能有多厉害 实际上却是一件好事都不干的泛泛之辈 既然小师妹非要为名除害 她还真有点小期待呢 这边宋寒生进入秘境之后 目光所到之处 不停打量有实力的惨修 表面看似 想跟在屁股后面 趁机夺宝 实则一切都是 为了帮助最疼爱的云雀师妹 成功突破注击 小师妹你尽管放心 虽然她这么做 会遭受万人吃笑 可只要是为了你 就算用尽手段 得到天灵地宝 又何妨 云雀脸颊泛红 听到师兄一心只为他好 真的特别感动 就算日后遭受所有人出言唾弃 他也一定会不离不弃 暗想师兄天赋最高 家世更好 又有首席大弟子的清传身份加持 恐怕放眼全宗门 也没有一个人会拒绝吧 苏卓看着两人的甜蜜互动 好像他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堪比遭受一万点暴击伤害 还要难受 正当这边眉来眼去 聊得水深火热 那边夜浪浪 已经带领几位师兄 刻意压低声音 想要有意无意 来个引人上钩 宋寒生忽然听到 不远处 似乎有些弟子在小声议论什么 没想到小师妹这么厉害 竟然发现了极其罕见的误道术 听闻此物的叶子 可是能帮助身处低谷之人 突破瓶颈的好东西 若是修为高的弟子吃了它 说不定可以帮助修饰入定呢 叶浪浪故意压低声音 让师兄小声说话 虽然我是几人 当中修为最高的 可要是被别人听到了动静 非要跑过来跟咱们强壳怎么办 听闻此话苏卓满眼深情 紧紧握住小师妹的手 我一定要帮你把好东西占为己有 让那群不懂得弱肉强食的蠢材 见识到什么 才是真正的人间险恶 这个虚伪假面的牛掰师兄 刚描上别人手中的稀有宝物 就燃起火球 差点把人打得半身不随 殊不知 眼前看似软弱可气的散修弟子 实则他们根本惹不起 因为身穿斗篷遮遮掩掩之人 正是叶浪浪故意乔装 若一心非要过去招惹 可是会倒大霉的 当宋寒生听到 可帮助突破瓶颈 进修入定的误道液 就在他们手中 激动之余 警告实相地赶紧把东西交出来 不然 他可就要不客气了 听闻此话 叶浪浪迅速跟三师兄 来了个眼神对视 下一秒 仿佛细精附体 你们别过来啊 我们真的好怕怕 苏卓瞪着眼睛很是嚣张 认耸装委屈谁不会啊 本来你们可以将 如此上等宝物收入囊中 要怪就怪太会张扬了 也怨不得我们 摆明了要抢呀 叶浪浪目光对视之际 看着对方冷漠的脸 不禁有些默然失神 这群讨人厌的家伙 实在心态狠了 只要是想得到的东西 竟然在背地里用尽手段 所以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他也要阻止师兄 败倒在大女主的石榴裙下 宋寒生阴沉着脸 看着磨磨叽叽 不愿交出宝物的弟子 很是不耐烦 小妹妹看到我手中 燃起的火焰了吗 要是还不肯乖乖就范 可别怪他把最在意的师兄 打成了废人 薛瑜看着刺眼火光搜的 一声飞了过来 虽然毫无违和感旦为了演戏 也得装成被打得很惨的样子 叶浪浪都惊呆了 让他演戏 也没让他突破演技啊 就凭恰到好处的吐血 外加面目猙獰的表情 要是不知道的人 还真的以为他快死了 看到痛苦呻吟的反应 宋寒生笑得满意极了 只不过随手一丢想吓唬吓唬 却没想到 区区散修 竟会这么不抗风 劝你如果不想继续看着他受罪 还是赶紧把东西交出来 叶浪浪眼见时机成熟 不就是想要悟到叶吗 大不了给你就是 反正就在盒子里 你只要肯放了我们离开 解除静止的口诀 自然告诉你 宋寒生接过盒子 原本还担心其中有诈 可看着设计精美 就连灵力都破解不开 想必打造此物之人 肯花这么大的力气 说明里面装着的东西 一定没有乾坤 叶浪浪看着对方 身心不疑的样子 莫名觉得很好笑 既然如此 久久惩罚表 我可就只被一遍 若是你们自己记不清楚 可就别怪他没说了 宋寒生听着几里咕噜一大堆 突然有种被人耍了的冲动 叶浪浪大喊冤枉 这可是祖传的口诀 只要等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在心里默念一遍 就可将盒子打开 把里面的东西占为己有 不过可别怪他 没把丑话说前面 若是日后这东西还是打不开 你可就要小心了 看着月清宗弟子终于走了 口吐鲜血的薛鱼也不装了 怎么样 刚才我演的演技小师妹 你可还满意 也不等叶浪浪开口说话 明轩已经表达了他的看法 不得不说 师弟平常 看起来挺像一个正经人 可怎么干起不正经的事 看比小师妹还疯批呢 没想到 变单一把手的三师兄 还是一个显眼包 居然能在小师妹的热情吹捧下 害羞的脸红心跳 薛鱼黑黑一笑 猜不到之前顺手摘的果子 还能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 他也只是先把果子吃到嘴里 等嚼了个稀碎 变成果浆再喷出来而已 沐仲西喊着三师兄 真是顶呱呱的牛逼 就凭刚才 惊天地气鬼神的封批表现 恐怕除了小师妹 别人还真比不上你 薛鱼原本没觉得 还有这么厉害的隐藏演技 要不是被小师妹逼得激发出来 谁又能知道你 只是 你给月清宗弟子的盒子里 到底装的是什么 记得不过是一个 与平常无异 拿来装草药的小木盒子 而且一到固定时间 就会自动打开 根本不需要用到什么法觉 怎么会神神叨叨 把诡计多端的宋寒生都给骗了 起初夜浪浪 也想不出情急之下 塞了什么东西进去 但回想了一下 好像是还没吃完的半张大饼 还是嘎嘎硬的那种呢 铭玄再一次被小师妹的骚包操作 惊得无语呆住了 实在想不通 别人家的弟子 进入秘境都带法器 而你穷的什么都不带 也能说得过去 为何非要带半张大饼 这么让人难以理解 夜浪浪摸摸肚子满脸无辜 怎么能为这点小事 戳了他是穷逼的痛楚 况且修为不够也没避骨 所以会饿也很正常啊 此话一出 在场众人除了小师妹之外 全都愣了三秒 虽然他说的有理有据 也让人无法反夺 可也没见过报复人 还送半张饼的 果然不光侮辱人 还特么损到家了 夜浪浪无嘴一笑 自我感觉还挺良好 别说放到盒子里的大饼 应该能保存很长时间 也不知道 是哪个幸运弟子 能有口服吃的 这么个好东西 林玄除此之外 还很疑惑 所谓的法觉 总不会是子虚乌有吧 毕竟听起来 还算顺口 比平常的好备多了 夜浪浪被这话问得 没了刚才的底气 要是我说 在家里人人都耳熟能详 是不是也还算说得过去 转眼到了秘境深处 抬头看去 似乎灵气越发浓郁 像是被某种不寻常的东西 聚集在了此处 等血鱼好奇冲上前 想要一探究竟 没想到 物以细为贵的青心草 竟然在极其隐蔽的地方 茂密丛生 夜浪浪光闻着味道 都能感觉身体一阵清明 若将这些宝贝 全都炼制成丹药 岂不是一下子赚大发了 血鱼更比小师妹 懂得此物珍贵 还不等几人反应过来 已经率先开始收入囊中 若是将青心草的草根 保留完整 说不定回到长明宗 还有幸能一活几株 可正当夜浪浪摘的忘乎所以 忽然发觉 一阵凛冽的福祉 瞬间急速朝他袭来 等扭头看去 怕不是哪个宗门的下流弟子 眼红摆明了想抢宝啊 男人以为他想抢的东西 绝对没人敢阻止 便专挑最好欺负的小师妹 趁其不被搞偷袭 不想表面看起来最好惹的人 往往都最不好惹 就在福祉习风而来 即将重伤小师妹 多亏明璇眼疾手快 在请客间挥出了反击的福祉 才镇压了攻击 然而有意挑衅的好戏 也才刚刚开始 当明璇阴沉着脸 眼见烧到一半缓缓落地的福祉 竟然是威力巨大的爆炸福 他若不是反应灵敏及时阻拦 恐怕这东西 一旦落到小师妹身上 就算不被炸死 也会被炸飞出去 宋寒生满脸不屑 非但毫无悔意 还挑衅般甩了甩手中的福祉 在他眼里 本以为臭丫头 才是最好欺负的那一个 没想到 凭空跳出来个不长眼的师兄 反应倒挺迅速 只不过你这么护着他 可是会引火上身的 明璇眼神坚定 他今天不光护独子 还让小师妹尽管靠边站 看来月清宗满门弟子 没一个好东西 就算为了抢夺青心草 也不应该往死里下狠手 此时游走在秘境各处的散修 已经闻声赶来 宋寒生铁青着脸 既然是他看上的东西 就不允许有别人来抢 煞时间 青心草所到之处 都被设下阵法 摆明了谁敢靠近一步 恐怕后果就要自负 叶浪浪看着架势 不由地轻探出声 好端端的名门正派 怎么进出些人母狗样的臭东西 明璇都被小师妹说得逗笑了 这么一看 确实觉得他还挺忽实的 听到心里敬仰的好师兄 被人这么诋毁 云雀微醋眉 拖着娇滴滴的嗓音 警告你们不许这么说话 明璇一脸嫌弃 就凭你这么说话 就活该被人阴阳怪气 况且 我在跟小师妹说话 你来插什么嘴 叶浪浪总算有人撑腰 都忍不住鼓掌拍两个 别说二师兄 虽然是出了名的毒蛇 但听他怒对别人的感觉 还真的挺爽的 不料在宗门千娇百宠的云雀 哪里受过这种气 如今只要一碰见这伙人 就被气得只想哭 明璇都被惊得愣住了 他说小师妹 矮得像个小土豆的时候都没哭 还反过来 非要怒气冲冲锤他一拳呢 怎么到了你这里 竟会这么玩不起 苏卓眼见云雀哭得稀里哗啦 可真的心疼坏了 他在我们月清宗里 可是团宠级别的清传女神存在 你们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这么出言不屑 沐仲熙实在被恶心地听不下去了 只见表情浮夸装的 像是很惊讶 原来清传弟子这么厉害啊 他可真是羡慕死了 不料围观众人 得知了云雀的真实身份 非但没有出言唾弃 还责怪报不出名号的散修 不该招惹嚣张的月清宗 毕竟云雀可是宗门里 万人膜拜的心中女神 现在把她惹哭了 恐怕就要倒大霉了 血鱼听后很是不满 合着她长得好看 就该被捧在手心 而小师妹被人偷袭 差点受了重伤 就活该自认倒霉 只见她不动声色 决定先礼后兵 原来是月清宗的道友们 刚才只怪他们有眼无珠 可不知我家小师妹 哪里得罪了贵宗们 竟能劳驾首席大弟子 亲自出手 想要伤人与无形 没想到高冷弟子 居然这么能装逼 不光不服软 还一副屌样子 反正你家小师妹 就是我打的 爱咋咋地吧 血鱼从没见过 脸皮这么厚的人 难不成刚才搞偷袭的事情 你说算了就算了 只见宋寒生不屑的眼神 已经说明了一切 别说她没伤到人 就算真的伤到了 就凭你们几个 连个名号都没有的散修 又能怎么办 围观弟子都看不下去了 可他们看不下去的 是几个小门小派的家伙 怎么敢有这么大的胆子 不知道月清宗 可是个惹不起的大宗门吗 我看说两句差不多得了吧 还真蹬鼻子上脸 想让人家首席大弟子 给你赔礼道歉吗 叶浪浪差点怀疑他的耳朵 是不是听了什么不好的脏东西 怎么密尽里的修饰 不是宋寒生的小迷妹 就是大女主的顶级舔狗 忽然风向一边倒 传来维护的嗓音 不禁让宋寒生发出冷笑 别说是几株清新草了 就算是整个种植的地方 也全都属于月清宗 要是你们非要赖着不走 还多多不休说个没完 可真就活该被人打了 目中西气得咬牙切齿 直言太嚣张了 可刚准备撸起袖子 上去开干 就被小师妹一把抓住 叶浪浪目光悠悠 像是在担心什么 沉默不过三秒 小生询问你打得过人家吗 毕竟那家伙 可是一顶一的首席弟子呢 目中西脑子一转 好像又没有完全转明白 小师妹突然询问这个问题 难不成觉得 他身为一个男人还能不行吗 老子就算别人打不过 可一个破服修 还没一点逼实力 别说来一个 就算来三个 他都打得过 叶浪浪突然眼前一亮 还是第一次听师兄说出 这么有魄力的话 反正气势咱是有了 就问你能不能把他打飞出去 目中西脑子直白的 觉得有些不太好 虽然他欺负了小师妹 可要是下手太重 会不会有为正道弟子的形式风范 那有什么呀 想当初他肯做剑修 就是想让爱装逼的剑人 心平气和地跟他说话 可眼下都被欺负成这样了 咱们一招剑在手 有力打遍天下狗 不也很正常吗 目中西刚开始还有点不理解 可被小师妹这么一蛊惑 又好像觉得他干什么都是对的 既然身为剑修 实力都这么强了 也不必跟一群不讲道理的 舔狗讲道理 叶浪浪没想到 随便胡扯的话 放在四师兄身上 竟会这么管用 现在能不能为小师妹出口恶气 就全靠你了 所以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目中西连连点头 他现在感觉非常好 体内似乎有一股怒气急的没处撒 顷刻间 当他常见出窍的那一刻 就知道有人要倒霉了 只见瞬间爆发的灵力 朝着目标对手 就是一顿疯狂袭击 宋寒生被惊得不寒而立 面对招招致命 还强得离谱的剑气 他都来不及还手 便被打得节节败痛 最后 就连唯一保命的金刚服 都被震得四分五裂 看到这一幕的苏卓 彻底被吓怕了 那可是师兄炼制的绝密福祉 据说能抵挡致命一击 怎么才没过几招 就被一道剑气 轻轻松松地破解了 只因小师妹说了一句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死要面子的四师兄 就被彻底洗脑 还想来个趁火打劫 这边被抢进风头的宋寒生 咬着牙 任凭他怎么想 也想不通 为何会被一个不起眼的弟子 打败了 要是危机当头 没把金刚服拿出来保命 恐怕躲闪不及 真的会被打成残废 苏卓彻底下地跑到角落 因为就属他骂的脏话最多 他耸得一脸后怕 只想祈求保佑 可千万别被打 忽然一阵崇拜的声音传入耳中 四师兄真的好厉害 你打人的姿势 未美也太帅了吧 在宋寒生眼里 这种吹捧作作的表情 简直令人做 笑起来的样子 一点都没明确师妹好看 话说这群气死人的散修 到底从哪里冒出来的 要是他能打得过 真恨不得搜搜几下 就将人打得跪地求饶 叶浪浪看着对方 落寞难堪的表情 没忍住心中一激动 又开始拉起了仇恨 师兄们在发什么呆呢 赶紧过来摘青心草啊 这里宝物多的 我手都摘酸了 明璇看着四师弟 这个小兔崽子 怎么才被小师妹 鼓到没一会儿 就童话成了一副屌样子 要是按照这么个斋法 恐怕眨眼间的功夫 整片青心宝地 可都要被薅秃了 叶浪浪打去师兄 怎么像动起了怜悯之心 难不成被人欺负了 还有反过来把宝物 留给他们的道理 难怪宗门这么多年 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境地 都是你们这群 得饶人畜且饶人的圣母心被害的 明璇虽然心里被说的 已经开始悸动 可表面依旧嘴硬 咱们可是正经人 怎么能干不要脸的这种事 况且 身后被一群 抢不到宝物的散修 虎视眈眈 咱们怎么说 也得为了面子 给别人留一点吧 很好 叶浪浪都被逗笑了 师兄该不会是被宗门长老 教导成了鱼目脑袋 已知不知道 有一句话叫做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尽管说去吧 况且 人不要脸所向屁民 这句话说的总会没错 明璇眼前猛然一亮 对啊 凭什么装逼的是别人 圣母心的却是我们 与其一味忍让 被人欺负 不如彻底摆烂 放飞自我 苏卓眼见好不容易 才遇到的清醒宝地 就这么被人强行霸占了 你们一群人母狗样的弟子 难道是不要脸了吗 血雨眼眸一尘温柔的语气之中 还带着些许理智气壮 我们可是凭实力得到的 你一个缩头乌龟 凭什么骂我们不要脸 她话刚从口出就惊奇地发现 以前没小师妹的日子 活得别提 能有多拘谨 虽然确实有些没素质 但对人的感觉 真的很爽啊 万人迷女主躲到背后喊救命 可发觉不对劲的男人 却让她滚远点 护花使者见壮脸都气绿了 我家云雀师妹 可是万人追捧的女神 你却一点连香西域都不懂 当看着宝物停在眼前 叶浪浪满眼都是钱钱钱 要是出了秘境转手一脉 一定比炼丹画符还要来钱快 不想激动的手还没采摘多久 突然传来震动声音精的人 不敢再乱动 血雨估摸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恶心人的东西来了 叶浪浪瞬间愣了一下 单看三师兄严谨的眼神 就知道不速之客一定不简单 在场众人修为低的 可能感觉不到 目中吸脑子一转 肯定是妖兽来了 不然闹不出这么大的动静 血雨补充恐怕不止一两只 如此震耳欲聋的响声 堪比出动了整个巢穴 就算没有成千上万的妖兽 也至少要有数百只 叶浪浪懂了 先前打扫藏书阁的时候 无意间看到过对此物的描述 虽然日常出没于人烟稀少的地界 但灵气凝聚的宝地 也是他们最爱待的地方 云雀听着示威般的嘶吼 吓得手足无措大喊救命 可护花使者和舔狗苏卓 早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正当慌乱之际 一只身形巨大的妖兽 猛地迎面扑来 煞时间他响得大叫一声 凭什么讨厌鬼都有人庇佑 而他却什么没有 气得他干脆脸皮厚的 一把将叶浪浪推开 茶里茶气喊着 帅哥哥快点救命啊 当沐仲熙击退妖兽才发现 自家的小师妹被挤到了一边 眼前莫名冒出来个阴阴怪 云雀感动不已 可盯着对方略显惊讶的目光 气氛尴尬的他 只好红着脸说了声谢谢 本以为帅哥哥会像别人一样 对他喜爱有加 不料沐仲熙一脸晦气 吐槽你那么推我家小师妹 力气大得跟牛一样 真是越看越讨厌 云雀没想到 讨厌鬼的师兄 竟会这么翻脸无情 大不了他说声对不起 还不行吗 沐仲熙看着一言不合 就哭唧唧的女人 也是无奈到了极点 他不就随口发了句牢骚 也不至于动不动就哭吧 智商在线的四师兄 竟然是个实力派大佬 小师妹要是被人欺负 他立马站出来挡刀 小师妹要是满脸崇拜 他立马姿势帅地装起了逼 可当遇上动不动就爱哭的大女主 他却大为震惊 接连后退了两步 云雀眼眶里打转的泪珠 都委屈地凝固了 明明人家那么可爱 怎么到了他的眼里 躲都躲不及呢 叶浪浪眼见师兄 唯恐避之不及的表情 说实话 心里还是挺开心的 至少脑子一根筋的师兄 并不像实打实的恋爱脑 他不禁戳了戳膊 难道你看见女孩子 哭得这么惹人恋爱 竟感觉不到一点不对劲吗 因被哭唧唧的声音 隔音的还有些抵触 沐仲熙深吸一口气 他感受到了 而且很不对劲 叶浪浪紧张的心 都提到了嗓子眼 看着师兄无法言喻的表情 难不成是被大女主俘获芳心了 沐仲熙分析的有理有据 如果他不是想讹钱 好端端冲我哭什么 除了这个理由 实在想不出 还有别的解释 叶浪浪无语地沉默了 似乎按照师兄一贯的脑回路 非要这么想 也确实说得过去 可未免有些太偏离原书剧情了吧 记得大女主 可是人见人爱 是个男人都会为他争风吃醋的角色 怎么到了师兄这里 非但没有争风吃醋 也没和追求者大打出手 甚至还离谱地认为 差点被人讹了钱 或许是他的出现改变了剧情 不经欣慰拍拍肩膀 夸赞师兄干得真漂亮 只要你脑子赚得足够快 想讹钱的什么货色 都得靠边斩 不想恍惚谈话间 他们居然被妖兽包围了 虽然灵智低下 可架不住数量多的离谱 沐仲熹刚想出手 结果了受潮 却突然被血鱼阻止了 此番下山历练的目的 你怕不是都忘了吧 宗主可是一有所指 想让小师妹开开眼界 顺便锻炼一下胆量的 沐仲熹一听 想让小师妹亲自动手 莫名地心疼坏了 这可是他第一次下山搞事情 就让面对这么多猛兽 万一不小心受伤了怎么办 血鱼不以为然 要说一点不在乎安危 其实都是脸上装的 叶浪浪犹豫了 光看妖兽的样子 都让人恶心得不行 再加上硕大的体格 加起来比几个他都大 不过纠结了半天 还是决定亲自试一试 沐仲熹很佩服小师妹的胆量 提起长剑 使出厉害杀招 想让他跟着学习一二 也好关键时刻 临危不乱 伴随着声音落下气势逼人的宝剑 瞬间挥翘 只见巨型无比的妖兽 全都被斩得四分五裂 掉落在眼前 这个逼彻底被装到了 夜浪浪瞪大双眼 已将招式全都记得一招不落 若是以后拿来装逼 绝对是吊炸天的存在 苏卓看着眼花缭乱的初剑速度 惊叹不止 到底是什么剑法 竟能做到如此厉害 宋寒生同样被气势威压的眉头紧锁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常明宗的独家剑法 苏卓惊讶到不可思议 穿衣打扮 一副穷酸样的散修弟子 怎么可能会是五大宗门之一的人 为何当初在宗门饱受屈辱的二师姐 摇身一变 跳槽成了最受宠的小师妹 这也是被极度红了双眼的大女主 最想知道的 明明处处不如人的小门小派 怎么可能是常明宗的清传弟子 宋寒生眼眸 微颤他倒真的希望自己看错了 可事实又摆在眼前 不得不让人心存畏惧 光从那家伙 使出一心半点的招式 足以认定 他们刻意隐藏的真实身份 一副接着一副 看样子 真得整点绝活斩杀的毛都不剩 而这也是他初次展露修为的开始 随着叙事待发 脑海中不断回忆师兄的帅气姿势 当脚下腾空跳起 转身出剑的那一刻 注定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 而夜浪浪看着寒气逼人的剑起 竟还觉得有些不过瘾 只见神色不变 静直冲向妖兽 发起了正面攻击 随着生生哀鸣 惊得人震耳欲聋 可想而知 他出击的手段能有多残忍 不多久 便以眼花缭乱的剑影 将所有出现过的妖兽 斩成了肉泥 血鱼诧异的眼神 更多的是后怕 真没想到 才入宗半年的小师妹 竟然能在短短的时间内 将独家绝活学的一分不差 光是在天赋这一块 似乎不比师弟差啊 可他不理解 明明实力强的惊人 怎么在宗门鄙视的成绩 从来没出类拔萃过 这一点 慕重夕也猜不透 甚至还有点怀疑人生 记得段玉长老 似乎只教过他学清风诀 其他的 可是一点都没教 而如今小师妹神神叨叨的 真让人捉摸不透 宋寒生不爽的心里 竟还有些庆幸 多亏了解过 常明东的出招方式 若是一直被蒙在鼓里 还不知道会惹上什么大麻烦 只要现在不大意轻敌 日后总能找到算账的机会 可他思前想后 也猜不出 对方隐藏实力的 真实目的是什么 至于那个看似 最不起眼的小弟子 竟然连如此巨大的妖兽都敢杀 沉默片刻 宋寒生决定放下面子 找到对方打探虚实 只要他说话够拐弯抹角 想必一群蠢货 也不会太过在意 明璇只听一阵声音传入耳中 那个小弟子 奏起妖兽的样子 还真挺可爱 不知你们长明宗南修遍地 是从哪里找来的女弟子 明璇抬眼看去讨厌人的家伙 居然还有脸过来套话 正想出口怒斥之际 却被薛宇抢先开口 我们家的小师妹 虽然比不上你们的爱哭鬼 天赋高会作妖 可他有一点过目不忘的本领 是谁都不能比的 怎么样嫉妒吧 不过现在太想起嫉妒 恐怕有些晚了 因为他可是四师弟 从山下捡得稀罕着呢 苏卓一脸不可置信 听着阴阳怪气的回答 都顾不上生闷气 若果真如此 那这个似曾相识的人 岂不就是从宗门脱宗的二师姐 听到这个消息的云雀 惊恶失色到无法言喻 原来他真的是那个 让人讨厌的家伙 怪不得初次见面 就有种莫名的眼熟 只因小师妹的 青传弟子身份彻底败露 下一秒 大女主就心有不甘质问 她凭什么 明璇看着潘比星 爆棚的女修都愣住了 凭我们乐意 凭我们想宠着 还不行吗 云雀目光闪过一丝不满 别提有多显眼 这个举动都把明璇给气笑了 该不会你真觉得 有这么一个身份加持 会有多了不起吧 不过就是 别人多了一套帅气的制服罢了 而在云雀的眼里 不光认为很了不起 还没办法接受一个 处处不如他的人 又变得哪里都比得过他 可面对质问 依旧嘴硬死不承认 回对他 不过随口说了一句玩笑话 你何必如此拐弯抹角 咄咄逼人 明璇是懂阴阳怪气的 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一切 只见似笑非笑摆了白手 你若非要这么想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不料此番对话 已经在秘境里 引起了轩然大波 别人家清传弟子 急着显摆都还来不及 怎么到了长明宗这里 竟穿得一个比一个穷酸 就连收了一个女弟子 都能不声不响 走起了低调路线 可传闻中的五大宗之一 不是乐上号师吗 怎么自毁形象 干出了商人强保的勾当 不想原本不堪入耳的说辞 竟被不出名的小修士 仅用一句话 说得偏离了画风 别说这事 做得虽然不地道 但出手面面月清宗弟子的气势 也挺过瘾的 而且同样都是小师妹 怎么人家的看起来实力超群 这边躲在师兄身后的弟子 只会一个劲哭个没完 宋寒生都快被气疯了 不就是斩杀妖兽吗 我家小师妹可厉害着呢 不想云雀耸的一脸晦气 刚忍住不哭的嗓音 又哼唧唧说着他不敢 师兄此番言语 非但不疼爱他就算了 怎么还能这么逼人家呢 出了名的舔狗 偏偏见不得云雀师妹哭 一时心急 就连师兄都敢对 你没听到他说不敢杀吗 还干嘛一个劲儿 骂骂咧咧的 宋寒生真被逼急了 看似软弱可气的小兔崽子 还真挺能装啊 怪不得师妹被灌的啥都不会 原来都是你在处处互端 又撒又强的小师妹 竟把风头全给抢光了 就连四师兄都嫌他牛的一批 气死个人 这边刚跟妖兽大战 三百回合的叶浪浪 突然觉得身体躁热不安 想趁着筋疲力竭的功夫 原地打坐休息一下 不想逗大的汉珠 顺着额头不断留下 可除了热死人之外的感觉 竟还莫名有种 舒服到极致的惬意 明璇想必 小师妹一定是累了 不禁冲着师弟小声议论 刚才制斗妖兽的手法 确定没人教过她呢 沐仲熙连连点头 她敢肯定 除了学到清风诀的皮毛以外 长老其他的法诀 一概都没传授过 那可真斜了门了 明璇眉头轻挑 难不成变换莫测的剑法 全都是小师妹自己悟出来的 反正她仔细留意过 刚开始斩杀妖兽的动作 明显有些生疏 可越往后杀得越多 灰剑的姿势就越熟练 就像火烧藏书阁那次 明明她只提笔 演示了一遍 符纸怎么画 小师妹竟然能分分钟 照葫芦画瓢模仿出来 反正任凭这么离谱的事实 摆在面前 沐仲熙表示难以接受 一脸错愕表示 她当初可是足足花了 两个月的时间 才勉强掌握了基本要领 还因此被掌门激动夸赞 天赋高呢 如今看来 这点功夫 在小师妹的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明显一脸茫然 明显也不愿承认 师弟天赋不如人的事实 而正想找点说辞 试图安慰一下受伤的心灵 突然被薛鱼发出一声惊呼 再次刷新了三观 当众人齐刷刷纹身看去 发现小师妹居然毫无阻碍 突破了筑击 这让强壮镇定的明显 把本想说出口的话 直接从安慰 变成了接受事实 就冲他在悟性上 随意破机 没有瓶颈期 四师弟都注定抵不过他 听到杀人诛心的说辞 沐仲熙简直被禁得无话可说 只不过 师兄这么嘴贱的说话方式 真的不怕被打吗 小师妹第一次突破修围 不料差点被鬼脸瞎尿了 真没想到 突破筑击竟是这种感觉 原本不大点的石海 居然扩大了不止一倍 可还没来得及睁眼感受一下 忽然一道人魔鬼样的大脸盘子 出现在面前 惊得他娃娃大叫 血鱼惊慌上前 一把拽开行为不轨的爱哭鬼 你看我家小师妹 都被你吓成什么样子了 不知道这般鬼鬼祟祟 到底暗得什么性 刚刚被羞辱的画面 依旧记忆犹新 可云雀为了一己私欲 居然舔着脸 哀求给我一株清新草好不好 不想低声下气 并没换来意料之中的好感 眼见对方不做回应 他大喊 二师姐怎可如此无情 明知师妹天生灵根残缺 及其需要一株清新草入药 而你竟端着架子 丝毫不顾往日情练 舔狗一听到心爱之人 哭得如此撕心裂肺 他的心都快要腾碎了 真没想到 二师姐才当上青传弟子没多久 竟变得如此心高气傲 你兜里都装了那么多宝贝 为何连区区一株 救治良药都舍不得给 明玄听着狗男女一唱一和 终究没忍住 被一副欠揍的嘴脸气到了 话说小师妹 竟会跟他们颇有渊源 看来其中鲜为人知的秘密 还不少呢 而叶浪浪还没来得及回怼 就被二师兄仗义相助 只见明玄一脸嫌弃 恶心他们不该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我们可不认识 什么二师姐 只知道有个机灵鬼的小师妹 若再舔着逼脸乱攀关系 别说一株清新草了 连个毛都不给你 苏卓气不过指责一群小气鬼 扣扣嗦嗦个没完 难不成等着往棺材里放那 明玄步步紧逼 你个混蛋玩意儿 长得跟歪瓜裂早没什么两样 怎么还有脸活着呢 血鱼难得看见 毒蛇二师兄 竟遇到对手被气得怒火攻心 不过不要紧 小师妹意外突破注击 还是赶紧把这颗固灵弹服下 别看平平无奇小药丸 可是对增长修为极好的宝贝 眼看小师妹欣然收下 他被传入耳中的乌烟慧雨 吵得烦不胜烦 扭头催促师兄 快点离开此地 还是少跟这群缺的玩意儿 打交道为好 宋寒生怀疑自己被骂了 当即放下狠话 有种宗门大笔走着瞧 不料杨长离去的四人出奇的默契 别说之一声了 就连头都懒得回 万人迷女主 本是一个傲娇师妹的存在 结果被穿梳成了 封批射出之人气的心口疼 想必那个讨厌鬼 一定被师兄宠成宝了 可看着嘚瑟离开的背影 他极度的心情 竟一度低落到难以言喻 甚至还不爽到了 心口隐隐刺痛的地步 不知道为什么 一看到平日里瞧不上眼的讨厌鬼 被血鱼他们围着打转 还护短的场面 又很不舒服 这种能感觉得到 却说不出口的情绪 就像冥冥之中 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 被人横刀夺走了一样 听说绝鱼可是八大家中 最受宠的敌人 还传闻炼丹技术炉火纯青 已经达到 让人快速突破修为的丹药 也能唾手可得的地步 苏卓猜出了云雀师妹话中有话 无非在暗示 讨厌鬼的修为 都是靠着吃丹药快速提升的 的确 修仙之路一般都讲究脚踏实地 虽然依靠药物 确实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 可带来的副作用也不容小觑 单凭必遭反噬这一点 都让很多修士望而止步 云雀自嘲 当初二师姐可是修为最低的 如今居然实力强的 连她都不放在眼 这边被舔狗恶心了一把过后 血鱼再三犹豫 还是轻声提起 该不会小师妹 真的认识岳青宗那几个清传弟子 也是他们口中所说的二师姐 叶浪浪面对就是重提 本以为会极力辩解 不料静平淡如常 她自幼就是没人要的孤儿 机缘巧合 被月轻宗的宗主收养上了山 可在不堪回首的记忆里 就没过过几天像样的日子 并不是她天赋太差 而是不被人待见 就连苟见了都嫌弃的那种 后来实在受不了 才一气之下脱踪下了山 看到小师妹耸了耸肩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露出苦笑 血鱼的心里多少有点不适滋味 就在这一刻她暗下决心 以后不管谁想欺负小可怜 她都第一个不答应 非但要处处维护 还要多多练担 争取早日把细受帮干的小体格 养得白白胖胖 隐藏实力的小师妹 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达到了人生巅峰 等回到宗门之后 听到这一消息的宗主 脸上都乐开了话 当秦范范得知事情经过 顿时瞪大了双眼 震惊不就出去 历练了没几天 而惊讶过后 激动到用力拍肩膀的宗主 居然死不要脸说她 果然没有看错人 似乎早已将青传弟子赶下山 为了图个清静的初衷 抛之脑后 赵长老倾壳两声 也被这个消息震惊到了 可怎么说都觉得 整日里不务正业的棒锤 不像是口中所说的那么厉害 除非坦白告知 用了几天的时间突破助击 血鱼伸出一根手指 一回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 赵长老担心的 还以为他猜错了 怎么可能仅用了十天的时间 薛鱼都被离奇的思路整沉默了 本来他也不想这么打击人 可这都是你们逼的 有没有可能 小师妹天赋一比 一天之内 突破了别人突破不了的境界 这下别说赵长老不相信了 就连秦范范都瞪大眼珠 怀疑这群小兔崽子 嘴里面一句实话 当两人默契对视 似乎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赵长老表情凝重一把 让弟子轰了出去 等几人彻底离开 秦范范一脸紧张兮兮 你说真有悟性极高的人 可薛鱼算是几个清传弟子当中 最老实了 怎么眼下连她的话都有些不敢信 秦范范百思不得其解 想不通一个中品灵根的丫头 怎么吸收灵气的速度 竟会如此之快 可其他几个师兄 怎么说都是极品灵根 但到了她这里 却连一个上品都算不上 罢了 与其暗自纠结 不如等到宗门大笔之时 把丫头带到问剑宗的剑枯 一侧便知 自从秘境回来的数十天里 夜浪浪都把自己关在后院里 看似风平浪静的外表下 实则在研究一种秘密宝贝 还时不时会跑到薛鱼那里 讨要一些必不可少的材料 就在这时 沐仲熙兴奋跑来 告知成风宗长老赶来登门拜访 宗主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特意让她跑来叮嘱 小师妹在这几日千万安分点 可别惹出什么大麻烦 夜浪浪茫然应了一声 我超乖的 你尽管放心好了 不就是人妖宗的老大要来了吗 他一点都不兴奋的 小师妹练花了秘密武器 想要把四师兄炸的原地起飞 可事事难料 差点失手 把探查底细的人妖长老 当场送走 夜浪浪看着锅里的火候 应该差不多了 师兄你说的那个人妖鼻祖 真的来了吗 沐仲熙郑重骑士点了点头 当然是真的 不然也不至于特意过来 再三叮嘱你小心点 哦 好端端的不请自来 想必那个老东西 一定没安好心 沐仲熙也这么认为 不过听说成风宗的人 擅长打扮得妖娆多姿 猜想那个所谓的长老 应该没有幻想中的那么老 或许距离宗门大比的时间 所剩不多 这才打着拜访的旗号 想要探查一下 清传弟子的真正实力 夜浪浪并没有再说话 只是自顾自捣固着锅里的东西 沐仲熙一脸疑惑 将脑袋凑了过来 头顶着问号询问 到底在瞎搞些什么东西 怎么味道会这么奇怪 夜浪浪嫌弃得一把 推开好奇的脸 你不懂我 我不怪你 但不许诋毁我做的猪猪炸弹 若真的大功告成出锅了 他的威力可厉害着呢 沐仲熙听得一脸猛逼 感觉每次小师妹 在捣固这些奇奇怪怪东西的时候 他想破了脑袋 也看不懂 但越是被嫌弃 还越想看 不过 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做好 等会儿 师傅会带着人妖长老参观 万一被人看见 你在这里铁锅大乱盾 影响多不好 夜浪浪撇了撇嘴 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 反正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玩意儿 炸不死人的 算算时间应该快好了 这可是 他从各大典籍当中 翻阅了许久 才找到类似于火药的石头 融合而成的 你就等着瞧好吧 沐仲熙一脸担忧 不知道为什么 一看到小师妹这么小 他就心里抵触地发毛 转眼夜浪浪捧着猪猪炸弹的手 都激动地在颤抖 四师兄 你可千万别眨眼 我这就扔一个 让你刮目相看 沐仲熙瞪大了双眼 满脸期待 煞时间轰的一声 看着地上被炸出来的土坑 顿时把他惊得直呼 小师妹真牛逼 叶浪浪被夸得美滋滋显白 那是当然 也不看看是谁研究的 沐仲熙兴奋极了 这么给力的厉害玩意儿 必须亲自体验一把 才能过瘾 只见他甩了甩胳膊 拿起一颗猪猪炸弹 还没扔出去之余 也不忘吹个牛逼表示 一定会比小师妹扔得更远 嗖的一声 确实飞出去的挺远 就连瞪大双眼的叶浪浪 连个影子都没看见 有灵气加深 飞出去个几十米 都不成问题 也不知道 最后会甩到 哪个幸运的身上 后山之中 孙长老听说 贵宗门今年招收的新弟子 好像根基都还挺不错呀 秦范范自然心知肚明 此话何意 只见一脸虚伪假笑堂塞 不过都是一些谣言罢了 暗想要真的实力超群 他早就乐开花 恨不得昭告天下 也不用处处 被人阴阳怪气害的他 丢尽颜面 孙长老听闻此话 总觉得自己多虑了 看来大费周章 跑过来探听虚实 纯属是闲得吃饱地撑了 突然一个闪着 金光的东西飞到脚下 原本还虚伪奉承的画面 在这一刻 居然莫名变得禁止了 因为除了孙长老在外 就连秦范范都觉得 这小东西 模样别致的样子 看起来一定不同凡响 叶浪浪误打误撞进帮宗主 洗脱了遭人看不起的烦恼 忽然地上传来一声 巨响猪猪炸弹的威力 绝对非同反响 好在秦范范反应及时 倒是挡住了伤害 让两人没怎么受伤 只不过 人妖长老被炸得 躲在身后瑟瑟发抖 脸上也早已没了 刚才瞧不起人的神气 随着烟雾散去 怒火中烧的秦范范 像刀人的眼神 变得满寒杀气 只听一声河东狮吼 响彻了整个长民宗 哪个小兔崽子 竟敢连老夫都敢偷袭 我看你不是胆肥了 就是皮痒了 殊不知 这边躲在草丛之中 灰探许久的幕后黑手 也不是吓大的 叶浪浪跟四师兄默契对视之际 不约而同 都想先跑了再说 看着地上炸出来的大坑 足以埋个人都不成问题 人妖长老 逐渐从惊吓当中回过神来 但说话声音 还带着些许哆嗦 不知突如其来的厉害玩意儿 到底是个什么稀罕法器 秦范范也很猛逼 但看到孙长老 一脸震惊的样子 似乎不知不觉中 找到了失去已久的面子 因为宗门大笔 常年排名倒数的缘故 这几个老匹夫 可没少在私底下嘲笑他 想到这里 秦范范一脸趾高气扬 故意装作高深莫测的样子 实则在故弄玄虚 不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炸弹吗 想必是几个不成器的青传弟子 导顾着打发时间的小玩意儿 看似漫不经心的一句话 已经彻底把人妖长老的 极度防线摧毁了 宗主你真的好谦虚啊 谁家的小玩意儿 竟会有这么大的威力 不想任凭他怎么拐着弯 探听虚实 秦范范偏要吊着他的胃口 随意搪塞着就是不说 以至于人妖宗主 被搞得心不在焉 刚从长明宗出来 就颤抖的手 在打探消息的预解上写出 恐怕今年的长明宗 恐怖的一逼啊 转眼气喘吁吁的沐仲熙 实在跑不动了 想必都跑了这么远 应该不会被宗主发现的 叶浪浪突然有了鬼主意 反正炸都炸了 跑也跑了 为什么不趁机 留下山干把大的 刚好他心血来潮 画了一张 足以吹破牛逼的图纸 不如趁机找个造法器的 也好把东西整出来 让你开开眼 沐仲熙一脸犹豫 虽然他也很想去 但我们笑还有课 叶浪浪扑斥一笑 大不了就撬掉 反正只要咱够理直气壮 咱就有理 沐仲熙眼前一亮 听小师妹这么一说 好像是有几分道理 他早就不想上课了 只是一直没找到一起受罚的 被叶浪浪这么一怂恿 沐仲熙也是说走就走 下山之后 两个人二话不说 直接找到卖法器的铺子 就要照着图纸上的造型整 掌柜的瞥了一眼 显得很是惊奇 这是何物 形状为何如此古怪 叶浪浪给他起名叫无敌手枪 感觉怎么样 你到底能不能做 能做是能做 早就见惯不惯的掌柜 难得遇上能让他兴奋的法器 老夫当然是求之不得 只不过要临时三百克 如果惨遭疯批小师妹盯上了怎么办 那就是被堵在后山 折磨了三天三夜 叶浪浪一听到打造法器 居然漫天要价 立马装得可怜巴巴 凭借三寸不烂之蛇 疯狂砍价 掌柜的本来还想狠狠敲诈一笔 但他最后居然同意了 谁让小姑娘长得这么可爱 老夫怎么能不为难呢 沐仲熙都惊呆了 还得是小师妹会过日子 竟然把原本三百两的东西 硬生生砍到了一百两 他以前不知道有砍价一说 每次下山 一直都是老板说多少钱 就给多少钱 叶浪浪劝他人傻钱多 也不必太过自责 总归有钱是好事 总比他穷得一笔强 可沐仲熙却不这么想 虽然他兜里有点闲钱 但一想到平日里 明明可以砍价 去多花冤枉钱 就很不爽 叶浪浪庆幸 还好不是他多花冤枉钱 不然肯定会比四师兄 现在的样子更难受 算了 反正你是没心情逛街了 不如我们跑回宗门 试试新研究的福祉 老好玩了 一想到刚开始没经验 居然拿自己实验 变成了活靶子 这一次 他一定找个好说话的 来遭罪受 心情沮丧的沐仲熙 莫名来了兴趣 挠了挠头 一脸天真追问 你需要实验的福祉多吗 他倒是很想体验 一把刺激到爆的感觉 如此说话 都把叶浪浪问的 怀疑他脑子进水了 可白送上门的铁憨憨 不搞白不搞 转脸生怕把他吓跑了 故意强调 也就没几张 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 直到三天后 慕仲熙都在小师妹的手下 被折磨得彻底怕了 他真是信了小师妹的鬼话 说好的没几张 硬是折磨了三天三夜 众位弟子望而止步 一听到祸活人不肠病的家伙 在做人体实验 光听着惨叫声 都在为师兄捏了一把冷汗 只见叶浪浪手中的福祉 换了一张又一张 每次都说是最后一张了 慕仲熙不抱希望 彻底躺平白烂了 有本事你就搞死我 但请别这么变着花样的折磨我 夜浪浪扯着嘴巴 让少说废话 保证用了这张哈哈符 一定会让你笑口尝开 唯一的副作用 可能会笑成面瘫 也可能会笑到脸抽筋 慕仲熙一脸无奈 虽然很想拒绝 总归小师妹的福祉 都还算有趣 刚才哭也哭够了 现在也是该笑了 不想啪的一声 福祉拍下的一瞬间 他彻底被折磨得放飞了自我 小师妹老子玩够了 你快点停手吧 尽管福祉的威力不是很强 可这么笑下去 恐怕他的脸都不能要了 好奇心强赶来围观的弟子 都被吓了一跳 看着师兄哭笑不得的表情 险些以为走火入魔了 果然招惹谁都不能招惹小师妹 不然下一个被祸害的 恐怕就是我们了 小师妹竟然成了 被选中庇佑的天道之子 如此炸裂的消息 瞬间传遍了整个修真剑 而这边被折磨到 生无可恋的慕仲熙 还没意识到自己宠到宝了 一门心思数落 他被不讲道理的小师妹骗了 话说扶修都这么会玩的嘛 光是别出心裁的哈哈福 都快忘了 你是个剑修了 叶浪浪不屑一顾 说话时眼皮子都不抬一下 师兄你可别污蔑我了 画福只是业余的一个癖好 想当初在月清中遍地都是扶修 他才另辟西境当了剑修 比起法师 谁不喜欢当刺客呢 慕仲熙倒是有些欣赏小师妹 毕竟谁家的业余爱好 画得这么有水平 叶浪浪心里有苦可他不想说 之所以这么做 完全是想溜下山 赚点零花钱 奈何他不是专业的 每次画的符都会有风险 就连练出来的丹药 都奇形怪状 没人敢试 慕仲熙看着失落的表情 莫名想凑近身子安慰一下 话说小师妹福祉 真是没少画 可浪费的都还没你画得多 是啊 又画费了一张 叶浪浪无奈叹气 要是这一张还是画不好 他就舔着脸 去求求毒蛇二师兄 慕仲熙一想到 明学那个死性子 不求也罢 你当时在月清宗学过画符吗 叶浪浪确实学了 可他是跟着原主的记忆学的 在人才济浪的月清宗里 照葫芦画瓢的他 就是一个渣渣的存在 慕仲熙脸色有些讥笑 都知道修真界里月清宗 乃是浮羞的鼻祖 要是被他们知道 你跟着学了画符 又拖了宗门还画得这么好 光是脑补都能想出 那群家伙的脸色 能有多难看 看着小师妹如此用功的份上 他手里倒是有一根 上品的狼毫笔 若是你拿着他画符 一定会锦上添花 厉害不少 叶浪浪激动的哇哇大叫 还是四师兄够讲义气 说着便迫不及待 想要画一张试试 随着繁复的符文刻 在其中形成金色皱印 他不由的惊呼 竟然一笔合成 丝毫没有断笔 果然贵的东西 就是好用 突然一道刺眼的金光 直冲云霄 请客间 整个长明宗弟子 都被吸引得瞪大了双眼 秦泛泛一眼认出 这不就是天道祝福吗 也不知道哪个小兔崽子 能有这么个福气 竟会被天道选中 如此强大的气场 都把其他宗门 惊叹到合不拢嘴 要不是天道祝福 只显示大概位置 并没有指名道姓 他们真想去一睹 厉害人物的真容 沐仲西激动的话 都说不利索 小师妹还真是鬼打墙 竟能被天道选中啊 原来你真的可以做到 渐幅双修啊 看着目光灼灼一脸羡慕 叶浪浪却有些摸不着头脑 比起这么个称号 她更在乎能捞到什么好处 小师妹随手一画的福纸 直接翻价卖了五倍布纸 而她明明可以一夜暴富 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沐仲西若有所思 好不容易鬼画符 成了被天道选中的幸运胶子 怎么看样子 笑起来比哭还难看 原本叶浪浪比谁都要高兴 可当听到 只有被选中的那张福纸 才能卖出高价钱 瞬间难受地哭丧个脸 沐仲西搞不懂这么难得的机会 怎么一点不知道珍惜 要是现在把福纸 拿到山下去卖钱 估计你都赚发了 在师兄满怀期待的注视下 叶浪浪支支吾吾半天才表示 因为她刚才画的是爬行符 根本没人愿意买 除非对方脑子进水了 沐仲西听着名字还挺特别 就不知道干嘛用的 贴在人的身上厉害吗 叶浪浪被问得没了底气 说话的声音也逐渐变小 也不厉害 沐仲西到嘴边的话 硬生生憋了半天 都不知道说点什么好 沉默片刻 总算冒出来一句 真不愧是你啊 就连人人仰望不可得的天道祝福 你都这么不走寻常路 被师兄这么一安慰 叶浪浪彻底笑不出来了 难受的手里揣着爬行符 越哭越想哭 明璇看向欲哭无泪的小师妹 一脸狐疑 质问你这两天干嘛呢 偷偷摸摸的样子 一看就没干什么正经事 叶浪浪一看 是毒食二师兄来了 立马一改脸色 装作没事人一样 要是被他知道 画了爬行符 就意外被天道选中 只不定会说出多么伤人的话 血鱼看破不说破 扭头表示 近日里没少炼制新丹药 刚好缺一个体格好的 为他试药 看样子 似师弟还挺合适的 沐仲西强颜欢笑 虽说师兄炼丹的手艺绝对够格 可一道找人是要 总会闹出幺蛾子 光看着不怀好意的笑容 他就有种不好的预感 自从宗门传来一声 惊天巨响后 不光秦范范 就连一向多愁善感的周行云 都对天道之子 好奇得不得了 到底会是谁呢 怎么过去了大半天 也没听到点风声 该不会是那个 新来的小师妹吧 秦范范也说不准 反正把几天没上课的 小兔崽子 叫过来问一下就知道了 周行云神色一愣 这家伙果然不是普通人 都能把谁的话 都不听得四师弟 收买一起翘课了 桑西大师兄 健身吃瓜现场 小师妹带着好奇心 赶上前围观 这边鹰兔崽子 目中无人 胆敢公然翘克 秦范范恨得咬牙切齿 简直气到怒火中烧 冒了烟 周行云真搞不懂 小师妹究竟能有 多大的能耐 好像他没来之前 宗门一直都很清静 或许是良心发现 终于觉得他这个 当大师兄的 一点都不称职 师父你先消消气 他这就去管管 那群惹祸精 转眼目中西可惨了 先前小师妹不在的时候 三师兄总是拿他吃药 现在道好一群人 追在屁股后面 他想逃 却怎么都逃不掉 薛鱼遇见飞行 一脸奸笑 像急了反派大佬 师弟你可跑快点 不然我们可要抓住你了 这一嗓子下去 差点把目中西吓得 从剑上掉下去 明璇虽然起了怜悯之心 可今天你就算喊破喉咙 都不会有人来救你 夜浪浪莫名 有种死变态的感觉 话说我们这样 追赶四师兄 会不会有些太刺激了 光是遇见飞行的速度 一时间竟然快地锁到之处 寸草不生啊 目中西欲哭无泪好无助 真希望此时 能有一个人突然出现 带他逃出魔掌 如此激动人心的景象 都把一声无欲无求的周行云 刺激得有些小激动 怎么感觉 小师妹就是个妖精 只要有她在的地方 从来都没消停过 可见灌了大场面的人 很快就恢复了往日平静 只见抬手一挥 一个个做妖小能手 全都得从天上掉下来 好在血鱼四肢发达重心 还算稳 就数她落地的姿势最帅 而同样是被打下来的目中西 只顾着卯足了劲往前跑 要不是被师兄稳稳接住 估计摔的姿势 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 只是两人以公主抱的姿势 深情对视 里外都透着些许古怪 原本热闹的场面 一时竟尴尬到了极点 只听不喜余色的周行云 传来一阵清朗的声音 你们在干什么 都不注意点形象吗 血鱼慌的连忙松了手 只要她放手的速度足够快 想必被人盯着看的奇怪目光 就落不到她身上 夜浪浪见状 连忙挡住二师兄 你可别偷看 大哥大的事情 我们还是不要插手 况且真是太辣眼睛了 当木仲西被无情摔下 血鱼飞蛋不理会 还急着跟她撇清关系 大师兄 你可一定要听我解释 自认为她是好端端的正人君子一个 怎么会做出如此 有尸体统的事情 整日郁郁寡欢的桑西大师兄 不是在寻死 就是在寻死的边缘反复蹦达 可自从遇见了小师妹 非但没有被救赎 还反过来惨遭折磨 离深渊更近了一步 周行云看着不省心的弟子 站得倒是整整齐齐 听闻你们已经好几天没上新法课了 自知打不过的大师兄 摆明了要算账的架势 明选口是心非狡辩的话 是张口就来 没有的事 一定是别有用心的人 极度他们纯洁又善良 才会在背后肆意造谣 周行云冷笑出声 他冷死人不偿命的态度 在宗门里可是出了名的 夜浪浪也是第一次感受到 什么叫话不多说 还能碾压全场的气势 如此阴冷的笑容 在联想到殷勤不定的脾性 就算他再怎么天不怕地不怕 也一时被压迫的瑟瑟发抖 可眼下情势所迫 他必须得站出来说点什么 不然几个冤大头 都得被组团关禁闭 于是夜浪浪脑子转得飞快 立马大喊 阻止了师兄 还未说出口的狠话 他作为小师妹 自知见识浅薄 不知你觉得 今年修真界的第一宗名号 会花落谁家 周行云虽然猜不出此话何意 但还是给出了自己的剑子 数千年以来 乘风宗和问剑宗 在第一宗的位置上轮流更换 今年论实力来讲 两大宗门自然是不相上下 若非要比个高低的话 恐怕一时之间难以决断 殊不知 此时已经中了夜浪浪的奸计 只见他一脸期待 不知大师兄努力一点 我们能不能拥有第一宗的名号 不知为何 看着小师妹瞪大的眼睛清澈透亮 周行云却有一种想打人的冲动 看样子 巴不得他手拿法弃向问剑 脚踩成风打宗门 可他硬是保持冷静 缓缓从牙缝里挤出了不能二子 怎料听闻此话的夜浪浪 立马换了一副刻薄嘴脸 真没想到 都说实力牛逼的大师兄 竟会这么没用 你可太让我失望了 周行云被错不及防的变脸速度 惊得一度哽咽 他真的像小师妹口中说得那么差劲吗 沐仲西看着目光忧郁的大师兄 果然先发制人的招式 屡试不爽 不知不觉 好像做了错事的人高高挂起 而什么都没做的周行云 被说得怀疑了人生 夜浪浪看着大师兄 陷入了纠结之中 无法自拔 果断议会明选 准备偷偷摸摸开溜 虽然这么做确实有些不地道 可他们也确实不想被关禁闭 看着娴熟的逃跑路数 周行云不禁微微皱眉 看样子 几个小兔崽子 都是被小师妹给带坏的 不过后山禁地 可是全洞门灵气最浓郁的地方 你们越是想逃跑 他就偏要把人往里面送 最终躲不过被关禁地的几人 差点像大师兄那般抑郁 尤其是夜浪浪无聊的 都有些烦躁 要是再出不去 恐怕他就得发疯了 明璇嘿嘿一笑 他倒是有一个法子 不过得用传送符才行 只是都被关了禁地 要还不老是偷跑出去 万一被抓了回来 会不会被宗主气地打断了腿